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們上一週呢 終於把這個襯瑤市的這個相關作品 還有它的製作方式 我們大致上告一個段落了 那麼現在我們要進入到第三個小單元 那就是所謂的不是第三個小單元 是指同樣是這個詩襯 但是呢他跟一般書情詩不一樣 書情詩你必須把他看作是他的性格的流露 他展現出一種風格 一種的生命的情趣 那不能夠就他的字句去做穿著附會的解讀 這我們一再的強調 可是呢 紅樓夢啊 在這樣一個傳統的詩襯基礎上 他自己有一個新的突破 那個是在過去呢 完全沒有看到過的 一種設計的手法 那我用我自己的 我自己杜撰的語言 叫做冰山一角式的影詩法 這個是你們講義第一頁的最下面 那為什麼用冰山一角呢 並不只是想當然爾 而是呢我們從西方 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小說家 他自己對他自己的創作手法 也用了這麼樣的一個專有名詞 所以我想他應該可以變成 是一個文藝批評的術語 所以我們把他借過來用 那個人就是鼎鼎大名的海明威 那你們都知道海明威的寫作手法 是不是非常的簡約 他幾乎是完全不多說的 那就他個人來講就是說 做一個寫作者 你如果能夠刪的就盡量刪 但是呢當然不能刪到讀者看不懂啦 而是說有些東西是 你刪掉之後有一個餘韻 讓讀者透過人情事理的邏輯 以及他們文化的種種相關 自然會去聯想出來的內涵 他說那些東西你就應該把它刪掉 所以他的東西都非常的簡約 那他自己對於他的 這樣的一個創作手法 有一個夫子自道 他說呢 他用的就是冰山的這個理論 所以各位你們看到這句話非常有名 這已經是變成在研究海明威的小說 創作手法上非常知名的一個專門術語了 那麼就叫冰山理論 好 那他曾經說 冰山之所以會雄偉壯闊 就是因為他只有八分之一浮在水面 而八分之七沉在水底 所以他認為你一個小說創作者 自己不應該太囉嗦 把所有的東西都講出來 你應該要信賴讀者 然後讓讀者自己去創造去聯想去隱身 所以小說家只要負責把八分之一的東西 寫出來就好 下面深不可測的部分 那麼就應該是由小說家 在適當的引刮的情況底下 那麼他自然潛藏在創作的背後 能夠讓這個讀者所領略 那這個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而這個冰山理論呢 我們放在紅樓夢襯的一個製作手法上面 我覺得是有相契合的地方 所以我就用一個所謂的那個 冰山一角式的隱私法 來說明他這個襯的手法的製作 那麼我們有提醒大家 這是在第63回他們在撤花籤詞 那這個花籤當然也是完全 為這個眾多金猜們所量身打造的 我們叫做花籤詞 那這個是一種那個歸宗的遊戲 那基本上你們請翻到63回 那麼在981頁開始 那麼他這個花籤是用這個象牙雕刻 那上面會捐著 就是會課唐宋的一句詩句 注意只有一句 那麼這一句詩句呢 他會比配某一種知名的花朵 那個花朵的那個生物特性 還有他的一些季節啦 或者是他的花形啦 他的這個各方面的特點呢 都是被善於利用的 然後來跟這個花籤詞對應 那同時另外還有一句 四個字的一個概述 那大概就是由這三個面向所組成 那當然每個人抽到花籤呢 當然你就可以從裡面去感覺到 一種命運的隱然的聯繫 表面上呢 這就是一個歸宗的文字遊戲 那在無聊的生活當中呢 玩一些不同的花樣 但是作者當然善於利用 這樣子的一個遊戲型態 那麼就藉由這個花籤詞呢 來傳達每一位抽到籤的那位金差 他將來的命運 那麼就此而言呢 請你們注意 花籤詞的那一句詩句 就是八分之一浮在水面上的 但是呢實際上真正 用來暗示這位籤主的命運的 是在另外的八分之七 另外呢七句或者是三句沒有引用到的部分 那才是真正作者要暗示你的地方 那請你們注意喔 就因為呢 你既然是在隱藏在下面 才是真正的暗示所在 所以你選的那個詩就不能非常冷屁知道嗎 沒有人背過的詩 那誰知道你要暗示什麼 所以他所選的唐宋詩喔 基本上都是很有名的詩 那古代的文人素養跟我們今天不一樣 我們今天是你們大部分熟悉的詩句 你們都不知道 那古人不一樣 他們從小對這些唐宋詩都耳熟能詳 他們有所謂的簽家詩對不對 尤其到清代比較後期 又編了所謂的唐詩三百首等等 那事實上當時的讀書人 這基本上都是他們日常生活耳濡目染的 一個基本的文化素養 所以這裡面所選的詩都是名詩 那因為是名詩 所以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知識基礎 這麼一來你看到花籤的上面的那一句詩 你就知道其他沒有影的部分 那你自然就會產生一種自動的支援系統 那麼這個知識的支援系統會幫助你 那麼了解到那麼作者說 沒有影用到的八分之七海平面下面的 他到底真正的意義在哪裡 那這個做法就非常有趣 蔡易江先生是那個有關 《紅樓墨詩詩曲覆》運文進行評駐最早 大概也最知名的一位先生 那他對這個手法他也有他的一個看法 他說這個叫做歇前引後 就是那一句詩的前面跟後面 有的把他停歇掉 有的把他隱藏起來 那只露出那一句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傳統的術語啦 那我們用今天的文學批評的話 就借個海明威的話來說也未嘗不可 好 那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曹雪芹真的是非常空前恐怕也絕後的一種 對於秤的推陳出新的新的手法 那各位請看一下 在981頁呢 首先第一個抽到花籤的人是誰呢 981頁 這個你們要好好的記 我講義都印給你們了 那麼請你們看第二頁的講義 那這個第二頁就有把他們的簽詞 他所原點所出的完整的詩句 我都已經這個完整列給你們看 不然的話我想你們大概會聽不懂 那只是呢我希望你們注意一下 在他們抽花籤的這個順序 當然就是非常平常的 常見的就是指骰子啦 好 直到極點算一算就輪到誰去抽 不過呢這中間當然有一點點順序啦 這個順序呢多少還是隱含了一些 這些金參門的一個不完全是重要性 但是有可能是跟重要性 以及他們在整個敘事情節當中 所會發揮的功能有關 這個是大約 那所以首先你可以看到 我們第一個抽到花籤的呢 就是薛寶釵不要忘記喔 薛寶釵他的那一個題字 四個字的題字就是燕冠群芳 那各位要注意既然是燕冠群芳 他當然是第一個要抽到花籤的 因為他連這個戰先的位置 都跟這個冠字呢 要這個互相呼應 尤其呢各位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這個冠字顯然他是這個領先 群差的一個地位 那另外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必須要知道的是你們都知道 那麼這一個籤呢 所對應的就是牡丹花對不對 那牡丹花呢 當然也是所謂的花中之王啦 那麼是花中呢 那麼幾乎都是第一名的 這個校花籍的人物 那這個在從宋代以後 一直有一些所謂群芳譜的製作 這些文人們呢 或者是因為雅趣 或者是因為無聊 總之呢就把各式各樣的花朵呢 就進行一個排序 那數一數二的前幾名的 大概就是那幾種 那也就是說呢 他們最能夠訴求到 大家集體的一種審美趣味 那第一名就是牡丹 何況這個牡丹呢 請你們不要忘記 以唐人來講 那麼是不是唐人最欣賞 甚至宗唐之後呢 乃至於舉國轟動的一種名花 所以在聖唐的時候 不要忘記他就跟哪一位明美人 那麼花面交相印過 他是簡直是哪一位 歷史上最知名 也幾乎是清國清晨的明美人的 一個代表 一個分身 就是楊貴妃嘛 所以李白不就是在這種情況底下 被唐玄宗照進攻來 對著眼前的明花美人 是不是就寫了 非常以你動人的清平吊詞三首 你們都該會背吧 什麼雲響衣裳 花響榮對不對 那第三首是什麼 明花清國兩相歡 常得君王戴孝堪 好 要唸堪才會押育 總而言之你看這是帝王等級 那明花美人 這是互相映襯 所以基本上要注意啊 他作為花中之王這不用說了 那基本上他其實呢 又是這個唐之後妃等級的一種明花 所以這裡的燕冠群芳呢 不只是說他的美 他的雍容華貴 當然還代表說他舉國上下 那麼貴賤一致的一種這個欣賞 那所以我們要知道這個冠字 他的意義不只是在這個階級啊 不只是在最大的一個集體審美公約數上面 他是第一名 所以歷代的群芳譜他大概都是第一名的啦 那當然他的美是屬於雍容華貴型的 那這個很有趣 我這邊插播一分鐘的閒話 那麼有好幾位知名的學者 他們對於唐形文化跟宋形文化的特質 做了一些比較 那最好玩的是說 在他們的文化特質之下呢 以他們的審美趣味而言會比較欣賞的花 事實上跟那個文化精神也是互相投合的 所以以唐代那一種非常壯麗 壯麗雄魂 然後積極向上的那一種偉大的時代 他們會欣賞的花呢 就大概都是很搶眼的 那你一眼就可以看到他的美麗的 那就是牡丹 但是他說宋形文化不一樣喔 宋形因為宋代歷史 還有他們的政治情況是不是肌弱不振對不對 然後加上說他們比較人弱 比較眾文輕武 然後他們的比較講究精神性 比較內斂簡約 所以記不記得宋代的人 比較會凸顯的花是哪一種 然後就他們的基本上不是美麗 而是就他們的道德意涵來發揮 所以他們會喜歡的話是哪幾種 哪幾種對不對 就不只一種對不對 梅花當然也是喔 但是鄭永明的啊 你們中學都讀過啊 什麼濁青蓮而不妖啊 可遠觀而不可洩萬焉啊 那是什麼 蓮花嘛 所以蓮花不是以他外型的搶眼 對不對 不是富麗堂皇 他真的是以一種幽毒的姿態 來讓你呢要去萬味欣賞的 所以不可洩萬 那另外還有啊 就是菊花對不對 好 那所以那個菊花在宋代 也是很被文人們所彰顯的一種 帶有道德意涵的一種花繪 所以你們就可想而知 這兩種文化會欣賞得非常不一樣 那麼我講這個呢 主要就是要告訴你們說 果然我們曹雪芹他就是呢 在崇尚牡丹花的這個國度 這個文化特質裡面去尋找材料 他選的是婉堂的 這個羅影的一首詩 就叫牡丹花 那你們不要忘記喔 這個尤其到了中婉堂 那個牡丹花之轟動之位之 讓全國未知瘋狂的情況 那簡直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喔 那這個你們讀那個白居易的詩 其實都理解 那我現在只是要跟你們提醒一下喔 在這首詩裡面就用了一個呢 跟當時的時代所趨 背道而馳的一個非常罕見的例子 來做文章 那曹雪芹呢就善用了這首詩 然後呢來跟他書中的這位重要角色 也就是薛寶釵達到某一種香氣的 一種的暗喻喔 那請各位看一下喔 丹丹就我們981頁 花籤詞上面看到的那個 浮現出來的冰山一角 那麼寫的是認識無情也動人 那我要跟你們提醒幾件事情 首先這個認識無情也動人 單單這一句喔 一直呢都被拿出來做斷章取義的發揮 尤其其中有一個詞 他被聯想到知厭哉所暗示的 知厭哉好幾次暗示說 《紅樓夢》其實有一個東西 在全書後面呢 會對這些金釵門做一個排行榜 那模仿了水浮傳等等 108條好漢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排序 而且都有一個描述喔 那個呢叫做什麼琴榜對不對 這個有很多喜歡紅樓夢的同學都知道 但是呢這下子就麻煩了 這個琴榜喔根本不完全 而且基本上呢根本上是 簡直是一個殘靈的碎片啦 我們只知道這個琴榜的第一個是誰 你們應該猜得到 很好玩喔是賈寶玉 他是榜首知道喔 好 那麼賈寶玉呢 那麼第二名就是林黛玉 我們知道的 等一下我把他寫寬一點 那第二名是林黛玉 好 那支批呢 他留下一個線索說啊 賈寶玉是所謂的琴榜之首 那除此之外呢 他贏得了曹雪芹的一個評論 這個人為什麼可以做榜首 不是考試考得別人家厲害 而是他性格中有某一種寬廣的博愛慈悲 那所以呢 他的這個琴榜的那個用詞呢 是叫做情不情 好 這個你們可以記一下 那什麼叫情不情呢 首先要注意中國的文字非常巧妙 他一個字其實可以用不同的詞性 來運用來理解 那這個情不情呢 就要請各位注意一下 第一個情呢是動詞的意思 是指我用有情之心來對待 好 那第二個不情是一個連結的語詞 那這個不情是指說所謂的無情物 那無情物在中國的詩詞文化傳統裡面 你們都知道嘛 甚至像動物都被視為無情物嘛 植物更不用講了 所以聖詞裡面有一句很有名的 叫做若紅本非無情物 化作春泥更戶花 對不對 無情物就是說 原來呢 落花這種東西 一般是被視為沒有靈魂 沒有性情 所以他不懂得喜怒哀樂 好 那麼所以我們視他為無情物 那那麼剛剛的那個詞呢 他是做了一個方案 他說他不是無情物 你看他化作春泥更戶花 那麼用他死後的生命來滋養 好 那麼用死亡來創造新的生命 這怎麼會無情呢 他這個方案就是非常有趣 而且呢有更深的那一個意涵 所以會這麼的感人 然而可想而知 像植物啊 像這些啊 基本上是不是被人類稱為無情物嘛 就覺得草木無情啊 好 然後呢 人類的那個哀痛 已經到了餘恆的地步了 但是旁邊的草木依然清清如洗 我們就指控他無情 這在什麼杜甫詩 李白師 裡面通通都出現過 那但是寶玉不一樣 這個人的心胸之寬厚 簡直到了奇物的境界 所以他對所謂一般的不情之物 都能夠以情相待 所以各位你們還記不記得 就在那個56回吧 就是貞家的婆子們呢 就有提到說 這個寶玉真的很怪 他什麼在水裡面啊 看到魚就跟魚說話 有沒有 然後看到天上的燕子 就跟燕子說話 然後沒人的時候 就咕咕弄弄不知道在說些什麼 大家都覺得他是個瘋子 你們還記不記得這一段情節 好 那你們會去跟燕子跟魚說話嗎 大概不會吧 所以你們就知道寶玉的情是更為廣博 而且真的讓天地萬物 都在友情的流轉之中 所以深情相待 那不只如此 在七十七十八還是七十幾的地方 七十七還是七十八回 就是秦文要過世前還記不記得 那寶玉就認為呢 這有一種天人感應已經有了預兆 什麼預兆 所以他說沒想到是印在秦文身上 是不是海棠花死了半邊 有沒有 他覺得很奇怪啊 無緣無故啊 為什麼這個植物就突然之間 面臨死亡的摧殘 他就覺得這中間一定有一些異象 有一些不對的一個爭後 結果沒想到後來秦文就遭遇到 這個重大的一個傷害跟打擊 所以呢 寶玉就開始推演出一個道理 這在七十七回的一二一七頁 你們已經有課本順便翻一下 就在他的第五行的下面 他就抒發一段萬物有靈論 萬物都是有靈魂有情感 而且跟人是可以互相共鳴 甚至可以互相交流 互相成為知己 所以你們看這一段 他說你們哪裡知道 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 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有靈驗的 好 那所以這一段呢 就更可以證明寶玉呢 他的情不情的意義在哪裡 所以要注意他的心胸真的是到了一種呢 天上人間萬物以及那個男女 各方面都能夠領略到他一份悲靡的張蓋 好 所以他是情不情 對不情之物所謂的草木 所謂的天下之物他都有情相待 所以他排行第一 但是呢 這個林大玉他排行第二的原因是 情綁上的一個暗語是說他是情情 好啦 那這當然呢 都是詞性上面的一個微妙的運用 創造出一個語言的趣味 那情情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個也是動詞 第二個也是名詞 就是林大玉的情感比較狹隘 他只能夠對呢 能夠跟他回應的一個友情的對象 才能夠以情相待 那這當然就狹隘得多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 林大玉真的比較把他的心靈 第一個就聚焦在個人身上嘛 對不對 第二個比較聚焦在少數的 身邊的幾個對象 剛開始是不是賈寶玉對不對 賈母 那後來呢 到了中間 他開始慢慢擴大一點 但是那個擴大的範圍依然有限 他是不是擴大到薛氏母女 有沒有 他又認了薛姨媽做乾娘對不對 然後薛寶菜薛寶芹就變成他的姐妹 所以他的範圍還是在很有限的親友圈裡面 所以就此而言 他在琴榜上只能排第二 好 所以我想這個是非常合理 但是現在就麻煩囉 第三名我想你們都應該 我們猜測的應該都不會錯吧 第三名一定是薛寶菜嘛 這不用講了 他們三個人是紅龍夢的頂足而刪 這也是芝批常常提到的 是所謂的頂足而刪 那卻一角那麼他的整個敘事架構 以及他所要表達的一個所謂的 二元補秤的道理就會有很重大的缺陷 但是問題是呢 他琴榜的暗語是什麼 暗語是這個暗 那麼給他的一個描述詞是什麼 這個呢就支批並沒有留下來 那也我覺得也很難去為他下一個定論 然而我們的很多的讀者都非常有信心 他們就覺得呢 這裡的花籤詞有無情兩個字啊 那琴榜上第三名的薛寶菜 他當然他的暗語就是無情 好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想當然而的一種推論 那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們不但就直接用無情來作為暗語 而且把這個無情很片面的一面倒的解釋為說 他就是一個冷漠自私冷酷無情的人 他們把無情解釋為所謂的冷酷啦 然後甚至說是冷漠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無情真的只有這個意思嗎 很好玩喔 我追蹤過這個詞會在歷代的一個使用 你們知道嗎 這個無情事實上在魏晉時期 在談聖人有情無情的問題的時候 這是一個重大的課題 那所謂的無情本身跟冷漠或者是冷酷 是無關的 他這個情思在講偏思情思 懂意思嗎 那所以聖人是無情的 不像我們凡人 那他的境界其實更高 單單以無情來講 他的歷史意涵 就絕對不是這麼的淺薄跟單一 好 何況何況那薛寶釵到底能不能用 這樣子淺薄單一的一個意義來理解他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大的問題 何況何況 這裡用的無情出自於羅隱的詩 羅隱的詩是這樣的用法嗎 我覺得從各種角度來理解 你都會發現把一個視為冷漠冷酷 無情的這種無情來作為薛寶釵的理解 這都有充滿很多想當然爾的問題 好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事實上認識無情也動人這一句裡面 他根本沒有說這個牡丹花是無情的 所以你絕對也不能斷章取義 把無情這兩個字單獨抽離出來 然後變成了這個薛寶釵的一個人格定調 這個當然都是我覺得是很不負責任的一個行為 所以為了這個情況我就做了一個考察 好 那麼這個考察很有趣 從修辭學 那麼從語法學各方面來理解 你會發現認識無情也動人 根本上只是一個虛擬式的讓步句 好 所謂的虛擬式的讓步句 就是表示他所虛擬假設的這個現象是不存在的 他並不是事實 所以叫做虛擬式的讓步句 那這個讓步只是說 我姑且退後一步承認有這個情況 然後為的是要來證明說 即便到這種情況他還是很動人 但實際上他並沒有這樣的情況 你們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是在假設覆句裡面的一種 所謂的虛擬式的讓步句 那這個說來話長 我想這邊講起來實在是滿麻煩的 我只能夠簡單提醒你們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請看我們發的講義中 那麼羅穎的原詩請你們注意 他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七嚴律師 那受過文學史或師選課的基本訓練的同學 你們都該知道律師的幾個最重要的要求 因為他嚴如律法 嚴如君律 所以那是非要遵守不可的幾個法則 你們大意不知道 律師的基本法則是不是中間兩連要對仗 那當然憑著那些都不用講 那問題在於事實上 律師的中間兩連的對仗 他只是一個基本要求 除了那個 那應該這樣講 對仗有更精細的幾個要求 就是說當然就是詞性要一樣 就是名詞要對名詞 動詞對動詞 這個就是對仗很基本的一個 但是不只如此 當然在格律上他必須憑著相反 好 這個是因為格律本身造成的一個結果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他的語法必須要上下兩句要互相平行 你上一句用什麼句法 你下一句通常就是用什麼句法 好 這也是另外一個對仗 必須要關注的一點 但是因為我們的 現在對於古典詩的這個素養不夠 所以我們湊長要忽略這一點 所以這麼一來 來 請看你一下 這個七言律師果然喔 先請看這個認識無情也動人所在的位置 他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第二連 也就是所謂的漢連 漢連就要開始對仗對不對 好 跟下面的副連也是要對仗的 所以那麼第一連跟偽連那麼是可以散行 這個是律師的一個基本法則 好啦 注意喔 他既然是對仗 所以你要理解認識無情也動人 這句話真正的意思 你必須上下兩句一起看 那麼他的上句是什麼呢 就是若叫結語殷親國 下面才是認識無情也動人 那各位請你們看一下 若叫怎麼樣怎麼樣就應該怎麼樣怎麼樣 認識怎麼樣怎麼樣也就怎麼樣怎麼樣 這種語法其實就是所謂的條件分句 他是一個複合句的一個形式 那這個複合句有很多種形態 那我們根據語法學的一個這個考察呢 請你們簡單注意一下 要注意這兩句呢 透過我們剛剛說的那幾個 這個複合的連詞所形成的一個句法要注意 他都不是一般的敘述句 一般的敘述句就是敘述一個狀況 外面正在下雨 這就是敘述句 然後他也 對吧 或者也不是描寫句或判斷句 所謂的判斷句就是 我是個老師 這就是一個判斷句是或不是 所以你要注意 你不能把無情當作是一個認定 因為他既不是描寫也不是敘述 他更不是判斷 你怎麼可以把這個無情就直接拿出來孤立的 來當作薛寶釵的一個性格描述 這不行的 他是在他整體的句法裡面的 所以呢 他們在 所以這兩句呢 在構句形式上 他並不是描述行為或事件 那他的語意的內涵 也不是對一個現象 就是說他無情或者是他動人 並不是在對這樣子的一個現象情況 或事物的屬性的描寫 所以呢他當然更沒有判斷 應該說這兩句都屬於句中 包含兩個句子形式的複合句 那這個複合句該怎麼理解他 我們就都應該要透過修辭 語法學的幫助 才能夠正確理解他的意思 簡單說他用這個連詞 然後引起分句 然後構成一個複合的一個句式 那麼這兩句呢 更精確的說都是假設的複句 它是一個假設意味的 然後呢就這一個 反正這個下面說來話長了啦 總之就是有所謂 這個假設裡面又有所謂的讓步句 然後又有虛擬 虛讓 時讓等等的問題 我們把這個結論簡單 是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他事實上是一個虛擬式的讓步句 怎麼說呢 請先看上一句就知道 上一句叫做若教結語英親國 意思是說如果你讓這個牡丹花懂得說話 哇 那他就清國清晨囉 那即便是他很無情也還是很動人 那各位請看一下 以這個若教結語英親國而言 這個若教這個連詞後面所引起的 結語這個現象是不是一個事實 可不可能是事實 不可能 他只是在假設說到這種程度的話 會怎麼樣 那所以就語法平行的一個角度來講 所以他既不結語 所以他也並不無情 這都只是一個退讓到極致 我做一個虛擬式的讓步 然後呢 為的是要更強烈的來傳達 後面那個分句所要表達的道理 那所以呢 意思就好像我跟你們說 即使你 即使到了地老天荒 我都依然愛你 但是可不可能地老天荒 不是 現在有可能啦 以前是不認為不可能 或者是說即使你眼瞎耳聾 然後深殘 我都依然愛你 那這個眼瞎耳聾深殘 是目前沒有發生的事實對不對 但將來很有可能 但是很有可能的時候就很難說了啦 我的意思說他就是一個所謂的讓步句 就是即便怎麼樣我都依然怎麼樣 是那個意思喔 所以這裡的認識無情也動人是說 我退後一步來即便到這一種情況 我都還是認為牡丹花很動人 所以意思是這樣 所以呢 我們把上下兩句 做一個語法的平行的理解 你會發現呢 他不應該被當作是一個事實來認知 這我請你們注意一下 所以太多的文章 都把這個無情孤立出來 然後就斷為薛寶釵的一個情綁的暗語 我覺得這個是不合理的 那這個是簡單先說明一下 那具體的論證呢 你們有興趣再去看相關的文章 那因為薛寶釵有太多被誤解的地方了 所以我們必須要仔細再重新做一個檢驗 做一個考究 好 那現在就回到我們的 所謂冰山一角式的影詩法 那請你們看一下 晚唐羅尹的這整首詩好嗎 來 這個呢 就真的就是可以去做對應的囉 他就跟一般的詩稱不一樣 就是作者呢就很有意的 要藉他的字面 藉他的描述 應該這樣講他不是藉字面 他是藉他描述的現象 來雙關這個籤主他的命運發展 所以來 首先請看 他說四貢東風別有陰 降羅高捲不生春 這當然是在講說 那個牡丹花的那種雍容華貴 那麼降羅是指他的花瓣層層疊疊 像那個零螺籌斷堆在一起 那樣的很美麗 而且好像不生春光的浪漫 他本身有那種慵懶那一種富麗 好 那麼這麼美的花朵 那若叫結語英親國 認識無情也動人 好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過的 那他雖然不結語 但是還是很親國 他雖然沒有無情 那就更動人了 好 大概是這個意思 那下面呢 注意囉 重點在下面囉 韶耀與君為禁士 芙蓉何處必方成 那各位就要知道了 韶耀與君 這個君當然是指詩人 對誰的一個尊稱 就是對牡丹嗎 他現在抽離出來 對牡丹形成一個對話的距離 他說韶耀跟您呢 是禁士啊 那什麼意思喔 來 各位注意一下 群芳譜裡面呢 我們看到幾個狀況是 跟這個牡丹爭第一第二的 另外一個牡丹的強大的敵手 就是韶耀 很奇妙 韶耀花在古代花圃的排行裡面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所以你看喔 這邊用韶耀跟牡丹為禁士 這個禁士當然指的就是說 你最能夠符合主流權威的審美觀 也當然這麼一來 你們當然也就是被捧在掌心上面 那麼被追捧 然後被交寵 那當然也被爭奪 也被讚賞的一個對象 所以禁士當然就是說 他比較是接近這個主流價值觀 當然他們也比較得到了這個世界的 社會給予的名位 他們名位當然等級就很高 就因為你們是這樣子的 佔有社會的優勢 那麼成為在世俗評價上面的佼佼者 所謂的這個燕貫群方領袖群倫 那麼這麼一來 芙蓉何處必方成 那芙蓉要到哪裡 就在你們的這個威勢之下 在你們的那一種赫赫的光芒之下 芙蓉簡直退無可退 他要到哪裡 才能夠免除你們那個光芒的一種威逼 那所以這裡就為這個世間分級 而對這些花朵們不同的待遇 就產生了一些感慨 那麼好 那麼可是問題是即便如此 你是為這樣子的一個主流權威 所這個偏寵的一個盡視 的一個最優美 最動人 那當然也奪佔所有的眼光 甚至柴禍的一個明花 然而即便如此 你終究還是要遭遇到悲劇的命運 那麼最後這兩句呢 這個羅尹他用了唐代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這個大概是發生在中唐一個叫做韓 一個姓韓的一個官員 好 那所以有個令字 他是一個官員 那他有名的故事是這樣子的 什麼叫宮城呢 請你們注意這個宮 這個宮是指修道 那麼他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一個想要修煉 然後想要這一個 其實就是追求出世的價值的一個人 那麼所以有一年他回到他的家 你們知道古代的官員 是不是都是在遊幻於外嗎 他們做官的地點可能都離家鄉很遠 所以他遊幻在外很久之後 有一天回到他的家鄉 發現說他家的院子裡裡外外 種了許多的牡丹 他簡直氣死了 就覺得說為什麼連我家都要這麼媚俗 然後就下令叫家人 把他家裡面種的那些牡丹全部剷除 我不要這些東西 然後他自己一個人就在 他也不住在家裡面 他是在附近就一個小茅屋或什麼 就整天住在那裡 然後就是要修道 就完全不問世事 然後不跟這個世俗混跡於其中 是這樣的一個人 所以呢就這個典故來講 那羅影就說啊 原來這樣的牡丹 也依然不能夠免除 這樣一個淪落的命運 所以可憐啊 可憐啊 那麼等到韓令功成 當他都已經秀到成功之後 你這朵牡丹再美 是不是也都是被白白辜負對不對 因為對他來講 他完全不欣賞你的美嘛 那麼這樣的一個價值觀的懸殊 那你就算清國清晨 那麼在這個人的眼中 也一樣是棄如糞土 所以辜負農華過此生 要注意是這個生 身體的生 這個才是有押韻的 所以白白的浪費掉 他的所謂的清國與動人啊 那麼原來人各有所好 人各有呢 鍾情的這個對象 老實說全世界都決定的價值 在某個人身上就是完全無效 那這個不就是每個人都 就我們都會遇到的一個可能的情況 好啦 所以當然這本來只是在 舊牡丹做各種發揮 但是對應到《紅樓夢》裡面來 千主是薛寶釵 那你們就可想而知囉 這個勺藥在《紅樓夢》裡面 好像沒有什麼 不是誰的什麼代表花嘛 好 但是呢 我們現在主要來看芙蓉 芙蓉很明確是誰的代表花 是林黛玉 是林黛玉 這個花籤 抽花籤的過程中 是不是林黛玉抽到的就是芙蓉 對不對 那還有啊 林黛玉的從相 分身 影子 這個是我們傳統平點的用語 所謂的影子或分身 他是不是其實代表花也是芙蓉 就是誰 秦文 所以秦文死的時候 賈寶玉給他寫了一篇什麼蕾文 芙蓉女兒蕾有沒有 所以他們兩個是共用同一個代表花 這也就是為什麼 你們讀第63回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到 席人是不是有抽到花籤 那連比席人比較稍微低等級的 那個怡紅院的丫鬟是不是社月 也有抽到花籤 可是好奇怪 有沒有注意到誰沒有去抽 秦文沒有抽啊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我上個禮拜有交代你們回去 要仔細看這一段喔 你們都不乖 好 總之所以秦文並沒有抽 那這個原因是什麼 你們應該就猜得出來嘛 因為很簡單 芙蓉的花籤只有一支 只有一支的情況 當然必須給林黛玉抽啊 了解嗎 所以我們的秦文就沒有參與 因為那個籤只有一支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要跟各位做一個補充 那現在他說芙蓉合術必方成呢 指的就是說 以這個社會的主流價值判斷來講 當然林黛玉是不能夠 跟薛寶釵相比的啦 那包括他們現在 所擁有的一個家世背景 包括他們的健康程度 好 不要忘記 林黛玉是那一種感覺上呢 就是那種風中殘竹 那這個對古人的擇習標準來講 確實是比較不利 當然這不等於賈母不喜歡林黛玉 這個我們以後再澄清 總而言之下面這兩句更重要 可憐寒令工程後的這個寒令工程 很明顯以紅樓夢的敘事內容來講 就對應到誰 當然是賈寶玉 當賈寶玉最後他領略世間的空患 而大徹大悟選擇這個懸崖殺手而出家 不就叫寒令工程嗎 這麼一來可憐的薛寶釵怎麼樣 是不是不到20歲就一輩子要守活寡 那不就是白白辜負他的青春 有沒有 白白辜負他短暫 但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是短暫而美好的一生 對不對 所以呢他的整個青春 他的整個生命的價值就被浪值掉了 所以呢 你們就可以發現 這一首詩是有這樣的一個暗示的 好 那這個是我們簡單做一個說明 所以表面上呢 我們這個籤詞都指摘最美好的那一句 來作為浮現出海面的那一角冰山 但是呢 他們的悲劇是隱含在海面下的 那個冰山底層 所以我剛剛講的這段話也請你們注意喔 既然是花籤詞是歸宗的遊戲 他必須呢要非常具有一種 迎合人們喜歡祥瑞的心理知道嗎 你會喜歡你抽到的花籤 有一個是暗示你不信的嗎 當然不會啊 你抽到一根籤你不久之後會當掉 類似這樣 有人會去設計這種籤嗎 保證沒有人買你知道 所以這個籤詞本身一定都是吉祥的 了解嗎 那下面的每一句都是如此喔 幾乎都是如此 所以你怎麼可以說認識無情 也動人是在說這個人無情 這實在是有點違背這個籤詞的設計原理 好不好 這個也請你們要注意一下 那我們剛剛又從那個律師的對障法則 跟他修辭學上面 語法學上面的這個複合句的一個意義 我們都做了一點很粗淺的澄清 那很抱歉 因為我們口語的使用沒有辦法 把那個經緯的地方做很嚴密的論證 那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們再提供相關的資訊給大家 好 那我們現在就再請各位注意 最後一件事情 你們看一下呢 這個籤詞一旦被抽到之後呢 請看981頁 後面有一個柱說再席者要共賀一杯 這是群方之冠 所以這個一杯就隨意命人 隨意命人是指說這個籤詞 他可以隨意指定下面那個人 那不拘詩詞雅虐等等等等 那請注意眾人的反應 如果這句詞可以直接把無情抽離出來解釋的話 你不覺得這些人都有問題嗎 既然眾人竟然都說巧得很 你也原配牡丹花 而且還大家共賀一杯 你會共賀一個人無情嗎 這不可能啊 對不對 所以呢不能斷章取義 各位要好好記得這一點 顯然大家都覺得這個實在太配合他了 對 他那麼的動人 那即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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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不存在的事實無情也還是動人 何況他現在不是無情 這樣懂意思嗎 好 那我們繼續這個往下看 所以籤詞本身必須要是吉祥的 這個是美好的這個是基本上 你要銷售上的策略都應該要照顧到的原則 對不對 如果有一個有一副籤20支 有一支是會當掉 有一支是退學 有一支是會車禍 有一支是會什麼 你說有人會買嗎 不可能啊 誰要玩這種東西 所以你一定是買那種 哎呀 抽到之後覺得心裡得到一種 撫慰有沒有 得到一種鼓勵 你當然是籤當然是這樣設計的嘛 所以我希望你們真的要注意 要不要正確理解這個籤詞 或者是書中的這些文字的形式 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不要想當然爾 好 那下面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第二個呢 那麼抽到籤的人是探春 請你們注意一下982頁 那最好玩的是什麼呢 請你們注意喔 這個探春啊 撤了一根出來自己一喬 就直在地上還紅了臉 請你們注意這個反應好嗎 紅了臉 那就笑說這個東西不好 不該行這個令 這原是外頭男人們行的令 許多魂化在上頭 那當然大家不解嘛 也不知道他抽到的是什麼 為什麼探春有這麼樣強烈的 而且是很負面的反應 那麼席人等就把那個 他丟掉的籤撿得起來 看原來上面是一支杏花 注意喔 那個紅字啊 給他的四個字的一個描述是 瑤池仙脾 瑤池是誰所在的仙境 西王母啊 所以就是在仙境的那個奇花 明花 然後詩句是寫 日邊紅杏以雲齋 這也滿好的嘛 沒什麼不好 但是為什麼探春有這麼又要紅臉 又要覺得他很討厭 又是男人們的魂化 女孩兒家是不應該去涉及的 他為什麼有這個反應呢 原來是後面的柱 柱說 得此千者必得貴婿 大家恭喝一杯 所以你們真的要注意一件事情 紅樓夢裡面只要是大家閨秀 注意探春是假家的嫡系女兒 他們是從怎麼國朝定頂以來 富貴傳流家出來的大家閨秀 對他們而言 一個大家閨秀的基本教養 基本的這個要謹守的分寸 就是不能涉及到非禮的男女關係 那麼這不是非禮 因為這個規序 只是你未來婚姻的一個暗示 然而我考察過全書 書中是這樣子的 只要是女孩子 你就必須要有一個基本的 一個性別的一個禁忌 就是不能涉及到男女之事 所以只要涉及到男女之事 就證明你這個女孩子不是好女孩 連那個大丫頭都是如此 所以你們還記不記得有一次很好玩 是那個鴛鴦 鴛鴦跟貧兒在談話 然後鴛鴦就問到說 這個王熙鳳現在怎麼樣有沒有 那貧兒就說 他那個就是一直流血嘛等等等等之類的 那這個鴛鴦就失聲驚呼說 這不是糟糕了嗎 這不就是血山崩 血山崩就血崩嘛 然後貧兒就立刻制止他了 什麼什麼崩不崩的我們不知道 這樣的東西 那鴛鴦被這樣一點醒 才忽然意識到說他愉悅的這個禁忌 然後就立刻給自己轉圜 找了一個理由來說明說 他知道血山崩是合理的 否則你這個女孩子有問題 有平性不佳 他就說了 哎呀你忘了 我之前姊姊不就是害這個病死的 那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姊姊是這樣死的 所以我作為她的妹妹 我知道是合理的知道嗎 否則那太奇怪 你竟然會知道這些東西 平兒就說對是這樣子我也忘了 所以你應該是要知道的 那這一場尷尬 甚至是某一種人品的危機就化解 所以你們真的要注意 這種大家族跟我們一般人 所知道的 所以為的是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探春一看到這樣 就必得貴婿 是不是涉及到婚姻對不對 這個不是他們應該要去涉足到的領域 因為婚姻是父母之命 沒錯之言 你怎麼可以自己去涉及到 所謂的這種相關的一個想像 或是甚至相關的追求 所以他就紅了臉 而且還說這個不好是魂化 那麼就此而言 等一下我們會有很重要的一個總結 你們真的要注意這一點 好 那麼也等一下再說 總之呢 那這個眾人就笑說 哎呀 這也不算什麼嘛 這個籤是規格中取樂的 除了這兩三根有這個畫 並無雜畫 這有何法 所以你要注意喔 這一種涉及到婚戀的 這種這種東西不管是什麼 只要涉及到婚戀 那麼對於未出閣的清白的年輕小姐來講 是必須要避之唯恐不及的 那些畫被視為雜畫跟什麼 魂畫 懂嗎 會干擾了你的清白 然後會使得你的品性這個低落的那種東西 好 所以大家就覺得 哎呀 沒有關係啦 只有兩三根有 也不算什麼太大的麻煩 所以沒關係 所以大家就很好玩 好 下面請你們注意 他說我們家已經有了個王妃 所以難道你也是個王妃不成 大喜大喜 大家就要來盡 探純哪裡肯吃嘛 因為 對不對 因為這根本就表示說 對我以後要嫁人 開玩笑 看這個怎麼可以 女孩子怎麼可以談這個問題呢 所以他就不願意 結果你看那個史湘雲啊 湘玲啊 李丸三四個人 強死強活灌了下去 你們的腦海裡有沒有浮現那個畫面 一群女孩子 你給我喝 你給我喝 就把他灌下去 所以注意一下 所以顯然他們平常日常啊 這種私下的場合 事實上是還滿平等的啦 你們看 去強冠探村的人 還包括誰 還包括湘玲喔 所以大家就很好玩 所以探村指命捐了這個 就是我們不要玩這個 再行別的 大家就不理他 所以你看探村在這個地方 是非常嚴守這個奮祭 好 然後下面 當然就另外一回事 我們現在先看一下 這個日編紅杏與雲齋呢 是出自哪裡 然後呢他有什麼含義 好 那這個講義上有提到 他是晚唐的高禪 所謂的下帝後 那所以各位你們就知道了 這個原詩很清楚 日編紅杏與雲齋跟上一句 天上必逃賀禄眾 這個天上跟日編指的都是什麼 就跟搖池仙秉的搖池一樣 都用仙境來代指什麼 皇室 好不好 好 這代表皇家 所以呢 皇帝本身不就是有太陽 都用太陽作為象徵 因為天無二日嘛 所以日編紅杏以雲齋 既然是這麼樣高高在上 當然他跟這個日常的凡種是不一樣的 他們植根之處不是我們腳上所 腳下所踏的土壤 而是什麼 天上的雲層 所以這是象徵他們那個地位的崇高 那所以呢 由眾人的反應呢 也是說貴婿 請你們注意 這也是貴婿 那你就知道說他將來所婚嫁的對象 也是地位很崇高 那加上又有王妃這個暗示 所以探稱將來確實是要嫁入皇室的 那麼只是說呢 就是嫁給怎麼樣子的王 就是所謂的皇子 然後那個皇子是什麼樣的情況 這個呢 我們必須要對照 其他的文本所提供的資料 來做整體的考察 那這跟風箏啊跟什麼呢 都息息相關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有關的這個訊息 只是說只是說我們簡單提醒大家 雖然他地位很崇高 然而也嫁得貴婿 這就一般人來講的 大概是一個很美滿的姻緣 然而對這個千祖來講 他卻呢 他卻藏著一個必然的一個 這個悲劇命運 那就是他會被迫從他的這個娘家 也就是他的母胎所在被連根拔起 那麼對於他有志於挽回家族命運的 這樣的一個才智兼備的女性而言 這可以說是探村呢 所展現出來的一個最大的悲劇 就因為婚姻導致他所謂的父母兄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有沒有 所以婚姻呢 你們注意一下 在《紅樓夢》裡面這麼多的金差裡面 唯獨只有在探村身上 被作者不斷的強調 他是探村悲劇的核心 他的悲劇跟別人不一樣 他的悲劇的核心是 我明明有才有志 我可以為這個家族做起死回生 也就是勵往狂瀾這樣的一個 一個從亡絕序的一種貢獻 但是為什麼偏偏他作為一個女兒生 就要被迫飄然遠去 而眼睜睜在天涯海角 看著家族崩潰淪落 這個痛徹心扉跟著他的一輩子 這是他非常獨特的悲劇的形態 所以請你們看 《高禪》這首詩的第三句 就是芙蓉生在秋江上 不像東風怨未開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 他真的是錯時而開啦 他沒有開在最恰當的時機 也就是說他作為一個女性的性別 他就這樣子要白白的錯過 他事實上以他的實力 所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你看芙蓉生在秋江上 在秋江上那表示你注定開不了 因為芙蓉是在這邊你看 不像東風怨未開 是說春風吹息之下你才能夠綻放 你才能夠完成整個花朵 包括迎風自肖 包括傳宗接代等等的使命 然而你生錯了時節 所以在冰冷的秋江裡 這一朵花只能夠注定夭折 注定含苞不能開放 那這麼一來不就表示說 賈探春他明明是有實力的 他是可以有一番作為的 然而作為一個女性 他就只能夠那麼放過 白白放過這樣的機會 然後也就讓他的才智 不能夠真正為家族有所貢獻 那這是我對這首詩很粗淺的一個理解 那我們下面呢 等一下先休息10分鐘 我要來跟你們做一個補充 讓你們知道一下 婚姻是如何在探春 這位金國女英雄身上 那麼烙印一下 這麼樣子的沉痛的傷痕 那這個現象是男孩子所不能體會的 而也不是一般認命的 認為女子本來就應該三重四德的女性 所能夠認識的 是必須要有這種愉悅的性別界線 能夠兼具呢 陽剛的那一種陽性特質的女性 他才能夠有這麼樣痛切的感受 那我們先休息10分鐘 好 那同學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補充 就是說對於這個探春的悲劇要注意 就是因為他是女性 所以他必然面對到的婚姻型態 就是出嫁 就是離開這個家庭 所以他的性別跟他的婚姻型態 是二而一 是一個連帶的關係 那想想看如果他是生做男兒生 他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離家對不對 然後他是不是就可以呢 留在這個破滅的家族裡面 繼續充當這個支柱 然後為這個家族的起死回生來盡力 可惜他就是生做女兒生 那女兒生在古代的婚姻制度底下 他就是被迫要變成他性 然後他就跟這個家族就一刀兩斷 這就是探春的悲劇所在了 那麼另外還得要跟你們談一下這個問題 這個是美國一個很有名的一個漢學家 他研究那個盛青時期的那個婚姻 跟女性的相關問題 那他就有提到他說真的跟中國不一樣 他說在大多數的西歐和北美社會 北美社會當然主要就是美國跟加拿大了 他說在他們的文化系統裡面呢 必須經歷與母親分離之創傷的 其實是兒子 所以他們才有所謂的 嗜父娶母啊 種種的心理問題嘛 你要注意文化系統不同 他們在人格成長中會遭遇到的問題也不一樣 那對這個所謂西歐跟北美社會來講 會跟母親面臨分離的創傷的 其實是兒子 那麼這種創傷呢 在西方人的這個成長過程中 會成為影響到他性別認同的基礎經驗 那相對的呢 這些西方人的女兒 則繼續保有他們和母親之間的聯繫 以及從幼年便建立起來的親密情感關係 這個是西方的狀態 可是呢在東方不一樣 尤其在盛青時期又不一樣 盛青就是康庸前三朝了 他說在他們這個時期的大家族中 是女兒而不是兒子 要承受著分離所造成的創傷 那麼女兒在成長的過程中就知道說 他們終究必須要出嫁 而進入另外一個家族 相對的 兒子則可以指望呢 與母親維持著長久而親密的關係 那麼直到死亡將他們分離為止 對不對 有沒有注意到這點 所以賈政不是一直就承歡膝下 在賈母的這個的膝下 努力的讓母親高興 母親只要稍微生個氣 講個重話 他是不是還得要跪地磕頭 他們基本上是一直的這個從生到死 是完全生活在一起 可是女兒不一樣 所以你們要注意一下 我覺得這是最有趣的情況 就是說女性佔了一半的人口 他們呢 人生的一個重大變化 就是發生在婚姻上 然而這個婚姻在朝夕之間 就產生劇烈的變革 從你所親近的 從小成長的那個家庭 所熟悉的親人 突然之間呢 你就被整個轉移到 另外一個完全陌生的家庭 那麼複雜的人際關係 那麼樣超凡的家務 然後呢 一個通常十幾歲的少女 她就要面臨這麼樣劇烈的改變 那對她的心理來講 她到底產生過什麼樣子的一個恐慌 她有什麼樣子的創傷 然後呢 她經歷過怎麼樣的 艱難的自我調適 這些問題我必須跟各位坦承 我做過一些基本的考察 我發現在古代的文獻裡面 對女性成長過程中 這一個重大的劇烈的改變 她們心裡所面臨到的 種種問題跟情況 是沒有任何人關心的 她們總覺得你嫁過去 你自然而然就要適應新的生活 你就要抖自己 就要會去處理婆媳問題 然後你就要面臨什麼 你就要開始接下來就生孩子 你要變母親 要變成一大堆的問題 她們好像覺得這不成問題 你自然而然就會解決 可是這真的很容易嗎 當然不容易啊 那可是問題是沒有辦法 這個文化很奇怪 她想當然了 就是在這個性別規劃裡面呢 女性自然就要去解決這些 她們幾乎是大家都要共有的一個難題 那更何況還要談到 她們跟家族的這種斷裂 對她們內心當中所造成的影響是什麼 那我覺得紅龍夢最了不起的地方 就在於這裡 她把女性的各式各樣 所面對到的困境 她們的這個痛苦 以及她們不同的那種悲哀 那麼都以不同的角色 來把她典型化的呈現出來 所以你們會發現只有在貪春身上 我們才看到婚姻 也就是出嫁 對這個女性所造成的重大的 那種痛苦的情況是什麼 所以只有在貪春身上 我們才看到這個類型 而在別人身上呢 作者就沒有刻意去凸顯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 林丹羽有可能是因為很快的 家族是不是就父母雙亡了嘛 她很早就已經是寄住在親戚家 所以她好像對於出嫁也沒有這種恐懼 也沒有這種劇烈的那種剝奪感 那至於迎春、席春、史襄雲什麼什麼 好像從來沒有人去觸及到這個問題 對不對 我覺得這就是曹雪芹最了不起的地方 她讓每一種悲劇都有她特定的典型的形態 然後得到非常鮮明的展現 那這個呢 所以我們要跟各位做一個澄清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 像賈寶玉跟王夫人是不是感情就很親密 有沒有 真的耶 這個我們的學者也有研究過 這是中國傳統文化裡面所 很自然會導出的一個結果 就是你看寶玉東十幾歲了 是不是下了學 然後只不過規規矩矩講幾句話 然後就拉了靴子 然後除掉抹額 就一頭滾到王夫人的懷裡有沒有 然後王夫人就滿頭滿身的摩縮她 然後賈寶玉也扳著王夫人的脖子 然後說長說答今天學校發生什麼事情 就跟你們小時候幼稚園的情況是一樣的 對不對 回到家媽媽在廚房 你們就跟她撈撈倒倒 今天怎麼這個王曉明怎麼樣 然後誰又打我一下誰又怎麼樣 就是就纏著媽媽在講學校的好玩的事情 那賈寶玉比你們跟母親更親近 她是可以滾在媽媽的懷裡 還雙手扳著她的脖子 然後說長道短這樣 所以那個母子是親密 完全沒有性別的禁忌的 然後是比女兒更親近 而且這種親近關係是終極一生 所以你想想看 她不但可以保有這樣的一個原始情感的延續 同時她還可以為這個家族 持續的命運共同結合為一 那這都是女兒所沒有辦法望其向背的 所以我覺得在炭春身上 我們作者特別凸顯這個婚姻 所謂的出嫁對女性所造成的創傷 跟她們的那種價值落空 那麼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情況 來給你們做參考 好 我們為了要趕進度 所以有一些補充 我們就以後人物論的時候再說 那麼請看下面的另外一個籤詞 來 我按照順序 我沒有按照順序 有 好 我沒有按照順序 對 我要確認一下 那沒關係 我們請各位看那個982頁 在炭春之後呢 其實抽花籤的是李丸 也就是最後一行請你們看一下 她的代表花就是老梅 老梅花 然後呢那麼配合的四個字是雙小寒之 那有沒有注意到這裡面都充滿了道德寓意 對不對 那麼都跟她的那個寡婦守真自視的 那一種這個德性是息息相關 所以竹裡茅舍自甘心 好 那這個竹裡茅舍自甘心呢 是指說即便在這樣一個甜蕩寡慾 在這樣一個完全被剝除掉現實的 種種聲光色的美好的這樣一個寡婦處境 她依然都能夠自得其樂 好 是這樣的意思 那對古人來講 你死了丈夫 你的生命的幸福就註定要斷奏 你不應該對存在還充滿了好奇跟興趣 你更不應該去追求存在的快樂 否則就覺得你是不守護道 好 你不甘於某一種這個道德的界線 那就會被人所非議 所以寡婦最好就真的一副所謂的稿木死灰 好 而這個稿木死灰果然就出現在 請你們翻一下就在第四回 好 第四回的第一頁 來 請你們順便看一下好嗎 好 對於李丸來講呢 因為她從小所受到的 女子無才便適得的教育 那你們看一下她讀的是什麼書 就大約知道說 她人格的塑造力量的來源在哪裡 那麼這在第六十五頁 來 各位同學請看一下第二段 那麼這個李氏是甲珠的妻子 那麼這個甲珠雖然妖亡姓存一子 取名叫甲嵐 金芳五歲 那麼請你們看一下 這個李氏也是精靈名幻之女 有沒有注意到 跟甲珠連姻的絕對都是豪倫貴族 那麼下面我們就不再多說 總之他的父親李守中 注意既然叫守中就是守中道 守著一個正統的一個意思 所以他對男女的那個區隔 就比較是嚴守既有的那個性別觀念 所以他覺得女子無才便有德 那所以生了李丸之後呢 就不十分令其讀書 只不過江仙女四書 列女傳 閒緣極等三四種書 讓他認得幾個字 記得前朝這幾個閒女就好了 就讓他有一個典範可以效法可以學習 果然他是不是教育很成功 他果然就是一個閒熟女性的這個典型 所以你看之一仿積緊就為要 所以把他叫取名叫李丸自公裁 也因此請你們注意因此這兩個字好嗎 這個因此很明顯 作者呢挑明了這個人物的性格 以及跟他所受的教育的 直接的因果關係好嗎 對他來講這個教育是非常有效的 很直接的 那因為他受的教育就是女子無才便有德 他學習的典範就是這些 自古以來的那個閒女 烈女 所以因此他才受到了這樣的一個人格塑造 以至於他能夠內化成為他個人的基本認知 於是他雖然青春喪偶 居家處高粱錦繡之中 就是周圍有那麼多繁華錦繡的世界 但是他依然呢可以守住心靈的淨土而不為所動 竟如稿木死灰一般 一概無見無聞 為之世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 真子送毒而已 有沒有 就一個非常典型的遵守復道的女性 完全不逾越那個寡婦所設的 那個雷池之一步 那所以這個所謂的青春喪偶啦 還能夠搞木死灰真的是不容易 你們知道李丸現在差不多是幾歲嗎 就是在第四回這裡 其實也差不多才20出頭 他已經生了個甲嵐是5歲嘛 那他們那個時代17、18歲結婚差不多 那如果順利的話 第二年就會生個兒子出來對不對 那所以大概才20出頭而已 跟你們年紀也差不了多少對不對 那如果萬一不幸的是你 不不不 這不能做花籤詞 好 萬一青春喪偶 你真的會覺得人就應該從此生命 就必須呢要歸於虛無嗎 這當然是我們對於人生的價值的認知不同啦 那在那個時代他們就覺得 你就應該要從彩色回歸到黑白 如果你還有心要去追逐各種色彩 你這個人就是不安分 所以呢 李丸的教育非常成功 請你們注意那個因詞兩個字 是我推敲好久後來發現的 我注意到《紅樓夢》裡面 他其實非常強調 讀書跟後天教育 對一個人的塑造的那個力量 好 那個不是你的先天基因 所能夠完全決定的 那麼後天的教養 包括你讀什麼書 包括你受到什麼樣家庭的 那個教育 這基本上都會使你這個人 人格塑造先天後天是共同存在的一個因素 好啦 所以這就解釋了這個李丸呢 他為什麼可以竹梨茅舍自甘心的原因 那請你們再看983頁這邊 我們請大家注意一下喔 看到這樣的一個籤詞 李丸的反應是什麼呢 這實在太有趣了耶 一般來講給你竹梨茅舍 你是不是很想要去住豪門這個豪宅對不對 讓你們選你們要住豪宅 還是要住竹梨茅舍啊 可以選的話 當然是豪宅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都在開玩笑說 哎呀 我們住不起豪宅 可是呢 住豪宅也不錯 結果我有一個朋友很好玩 他一聽 我以為他會覺得 我很俏皮 很聰明 然後就很高興的笑 結果沒有 當我說沒關係啦 我們住不起豪宅 我們住豪宅也很好嘛 我覺得你也有一個豪宅 他說財部 我覺得豪宅喔 有解嗎 所以我就知道說 原來人心不足啦 沒辦法啦 那所以怎麼樣比 總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嘛 那能選的時候 當然竹梨茅舍 我們總覺得若有汗菸 對不對 但是呢 李丸竟然能夠自甘心 這個呢 請看看李丸的反應更有趣 你看喔 住云自飲一杯 你自甘心啊 這是你自己一個人 用某一種道德所畫下來的一個界線 你就跟周遭的世界呢兩不相干啦 你不要忘記他是居處高樑錦繡 是假家的富麗堂皇 是假家的錦翼玉石 但是他必須透過他的精神力量 來畫出一個非常簡約速圖的身心環境 而就此來講 你當然只好過自己的一個 獨立的孤島般的生活 沒想到李丸呢 卻很能夠甘之如疑 李丸像說真有趣 你們只去吧 我只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廢語心 意思就是說 我已經是一個世外的一個獨行之人了 好 那你們這個世界的興衰榮枯 已經不關我的事了 我就呢在我的世界裡面自得其樂 你看他已經是徹底 這麼樣內化到這個程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那個這個遷詞的來歷 在我們講義的是在第五條 那麼是來自宋代的詩 那個王岐的梅花詩 果然你看我們曹月琴找的詩 都是對應的非常緊密的 他說啊 不受塵埃半點青 有沒有 我不管你這個世界的擾攘了啦 我只守住我寡婦的奮祭 然後就這個枯井無波 然後心如止水 然後竹梨茅舍自甘心 所以竹梨 你看下面的不受塵埃半點青 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那重點是在於下面很好玩 他說只因勿勢臨合盡 惹得詩人說到盡 那這兩句大概就比較不是什麼 他命運的暗示 因為寡婦的生涯已經幾乎就是 一以貫之了對不對 大概終生如此 所以我覺得這個籤詞比較特別 這個籤詞是什麼呢 我揣摩了很久 仕途解釋 你們參考看看 就是呢 只因勿勢臨合盡惹的詩人說到盡呢 他是藉由臨合盡不是很愛梅花嗎 據說梅妻賀子對不對 以梅花做妻子 以賀作為他的兒子 整個人就是逍遙在這個氏族之外 那但是呢 林合盡也因此寫了非常有名的永梅詩 那兩句名詩會不會背 就是 書影橫斜水清淺 暗香浮動月黃昏 有沒有 這就是永梅花的名詩啊 結果就因為永梅花的名詩傳送人口 於是呢 這個梅花是反而不能夠安然的享受 他孤立於世俗之外的那種清幽 結果我變成你們每天嘴巴上都在唸的那個 就被你們這樣子說閒話 然後我反而不得清淨的意思啦 那照這樣說來的話呢 我總覺得喔 這一個詩啊 有一點點曹雪芹用來自我解曹的意味 怎麼說 他說我呢就好像那個林合盡 然後呢理完不幸認識了我 結果我把他寫在小說裡面 害他到現在你看開了紅樓墨客 還一直在討論他其實是個小氣鬼 等等等等 對啊 李完是一個非常吝嗇小氣的一個 沉默大財主 他非常有錢才不是竹梨茅社 這個我們有很多證據的 不過以後再說 可是你看那李完不是很倒楣嗎 對不對 如果他真的就是竹梨茅社自甘心 就孤立在這個深山野外 那也沒有曹雪芹把他寫在小說裡面 我們今天是不是就可以讓他 永遠永遠的享受他的親近 而不會到今天為止我們為了研究他 他就被我們拿出來解剖對不對 他的內心隱藏了什麼幽暗 我們又通通把他挑出來 害得他呢就變成一隻青蛙有沒有 就坦漏在眾人面前 結果反而喪失他應有的 那個獨立的情境 我覺得這兩句說不定就有這樣的一點 自我解嘲的意味 為什麼用青蛙 是因為青蛙常常很可憐的 被拿來解剖對不對 然後被解剖 然後於是就喪失掉他生命的一種獨立完整性 好 那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我們就簡單說到這裡 那同樣的下面這個籤詞 是那個史湘雲所抽到的海棠花 那提著香夢成憨 那詩句是來自於那個蘇東坡的 所謂的那個止孔夜深花睡去 那我必須跟各位承認 這個詩我看完的全詩 我其實不大知道要怎麼解釋比較好 因為他好像跟我們現在所謂的 冰山一角式的隱私法 比較沒有那麼明確的對譯 所以我就不知為不知 這個部分我就把它跳過去 但是如果你們有其他的這個解釋 我覺得也講得通的話 也歡迎你們來告訴我 然後下面請各位注意一下 是那個社月所抽的這個花籤 但是我 我們呢 好吧 我們就按照順序來講好了 那麼是開道圖迷 花試了 就是說春天的花 百花盛放 但是還是總有一個順序的 有的初春 有的這個種春 有的呢 就已經到了牧春 那通常開道圖迷 圖迷是一種花 當它開的時候就表示呢 春天就要結束 所以這麼美好的花式呢 也就要終結 那就要進入到那個綠葉成藝 紫滿枝的夏天了 所以這句話有沒有注意到 浮出水面的那個一角冰山 是不是帶有一點點不大吉利的味道了 所以你看嘛 寶玉他就愁眉啦 就覺得這個不大好 他不喜歡這種帶有這個落花啦 春趣啦這種悲劇異味的 但是呢表面上 他其實還是很美好的一個描述 這個是籤詞 本來就應該要註定有的性質 那所以你們看柱 那麼這個柱呢是 在席各飲三杯來送春 因為春天要結束了 這就是所謂的那個見記花神 那麼這個在《紅樓夢》中也出現過 總而言之春天總是會結束的 美好的事呢總會到達這個終點 那請你們再往前看一行 他對應的話就是圖米花 提著的四個字呢就是韶華盛極 韶華盛極是隱含著即將衰落對不對 好 由盛而衰 這個是老子早就已經說過的原理 那麼就此而言呢 我們要跟各位做一個補充 為什麼抽到這個圖米花的是涉月 這有很重要的安排 但是因為呢我們前40回 並來不及寫到這個 假價被超沒之後的那個慘況 於是涉月在這裡 所謂花是了的這個功能呢 就來不及被彰顯 所以我們必須呢透過那個支批 透過支批才能夠理解說 這個涉月最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擔任了當百花都已經消歇 都已經春天結束之後 那麼他的作用是什麼 那請各位看一下講義的部分 第三條 這是也是來自於宋代王岐的詩 注意一下春暮有小緣 你看這都是春天要結束的時候 的一個景觀 那當然這可以隱喻到人生 隱喻到家族的命運 那請看一下他的詩 總而言之又什麼 一籌眉粉吞殘莊 塗抹新紅上海棠 這些都是春天的這個花卉 但是開到圖迷花是了 絲絲天極出霉牆 所以各位請看一下 原來如此 我們看第20回的支批 他告訴我們說將來賈家被操之後 那麼當然就是眾人淪落 流落 那襲人也在一種不得已的情況底下 他也被拍賣 然後是不是就被誰娶去了 你們都知道嘛 就是蔣玉涵對不對 但是他在出嫁前 那麼千丁萬主苦口婆心 他要求寶玉一定要留下一個人 來伺候他們不然他不放心 所以你看支批講到 襲人出嫁之後 寶玉寶釵身邊還有一人 雖不及襲人周到 亦可免為賢小必等患 這才不付寶釵之為人也 所以襲人出嫁後說 好歹留著社月一語 寶玉便依從此話可見 注意 襲人雖去食未去也 換句話說襲人是薛寶釵的分身 但是社月又是襲人的分身 懂意思嗎 所以他們之間有這樣一個傳承的關係 所以即便襲人他已經嫁了人 但是他的精神以及他有一個分身 代替他依然伺候著寶玉寶釵夫婦 使得他的那個忠心耿耿 實質上是被延續的 而沒有辜負寶玉過去對他的寵愛 好 我覺得就這點來講呢 各位一定要好好這個留意一下 不要老是去罵襲人啦 你們真的沒有在他的環境 沒有在他的地位跟困境中 不要隨便去冤枉人家 因為罵別人是很容易的事情 把腳放在別人的鞋子裡 你才知道人家事實上是非常痛的 在那痛的情況底下 他能夠走這麼遠 那已經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們做一個旁觀者 講風涼話是一個非常不道德的行為 好啦 那所以這個涉月原來如此 當那個百花流落以後 連襲人都不得不被迫離開寶玉身邊 但是最後留下來 那麼還在寶玉身邊守候他的最後一朵花 是不是就是圖迷 也就是涉月 這樣懂意思 那這邊最後一句啊 絲絲天極 出眉牆 這句話也有一點含義 杜甫曾經用過這個天極這個植物的典故 那蔡易江先生也做過分析 他認為這個絲絲天極 出眉牆 其實是帶有佛教出家的這個意涵 這當然要去考察相關典故的說明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簡單記一下結論 那意思就是說涉月會一直留在寶玉身邊 直到寶玉出家 然後他還守著寶釵 那兩個人大概就是相依為命了啦 那這個第一方面呢 也延續了襲人的苦心 二方面也不辜負寶玉 第三呢也不唐突寶釵這麼好的一個人 讓他終究在守活寡的悲慘命運當中 還有人可以守候在身邊 那這個是我們作者的憐憫 好 那這就是社願將來他要負擔的 一個角色 一個功能 那這個就簡單跟你們帶到這裡 然後下面我們再來看一下抽到 接下來抽花籤的就是那個香菱 來983頁的 最後兩三行 那麼香菱就撤了一根病地花 提著連春繞銳 有沒有注意到通通都是非常吉祥 都是非常美好的 這是籤詞的性質所規定的 那籤詞是什麼呢 是連禮之頭花正開 所以這當然就是非常完滿的 一個夫妻恩愛的一個詩句 然而香菱的命運 當然不是在這個冰山的這一角 而是隱含在海面下 請各位看一下講義 這一句詩是出自於朱淑貞的席花詩 席春詩 那朱淑貞你們都知道嗎 他事實上跟李清照一樣 都是很重要的宋代的女性文學家 那請你們注意一下這兩 這四句詩很好玩喔 這又是非常經典的 冰山一角式的影詩法的實踐 請看 他說 連禮之頭花正開 可是度花風雨便相催 願叫清帝常為主 末淺紛紛點綴胎 各位要注意喔 做一下簡單的筆記 怎麼說 連禮之頭花正開這一句 我一定就要跟你們做一些分享 那連禮之在中國傳統的 語言象徵使用裡面 是不是都是用來表示夫妻恩愛 對不對 像那個長恨歌裡面也有嘛 對不對 什麼在天願為比翼鳥 在地願為連禮之 那這個意涵無庸置疑 所以這個連禮之頭花正開 那是最美好最燦爛最幸福的時刻 那這個跟鄉民有關嗎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喔 我一再的希望大家喔 我們讀書是為了讓我們更了解 跟我們不一樣的人 而不是讀書是只是為了來 把自己的成見一直做延伸 然後去誤解了別人 那所以呢 我們要跳脫你作為一個台大學生 你作為一個現代女性的立場 我們才能夠真正理解 湘林她到底在想什麼 她生命經歷過什麼樣子的變化 跟怎麼樣子的一個思考 所以我先問你們一個問題 湘林她愛不愛薛盤 那麼你們用你們的回答 直接來回應都沒有關係 我相信我們班有一半的人以上 大多數的讀者都一定會說不愛 這個大老初誰會喜歡對不對 確實是啊 我從學生時代跟你們一樣 一直到幾年前老實說我設想 假設我嫁給薛盤的話 我真的寧可一頭去撞死的那一種 真的 那可是問題是讀書不是為了去到處看到自己 對不對 我們讀書是為了去了解 我們之外的這個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 人是可以非常不一樣的 因為你的天賦 因為你的成長背景 因為你的時代環境 人可以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老早在一兩百年前吧 有一個法國哲學家就有一個名言 他說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比起人跟類人緣之間的距離 還要來得遠 所以即便我們都在同一個時代 我們可能環境都很接近 可是你跟我還是有非常大的不同 所以這麼一來 我們要了解真正的了解別人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 可是前提是請你先把自我縮小 你老是把自我的成見當成世界第一 你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別人 所以這幾年來我做了一個功夫 一方面是好好的仔細考察文本 一方面仔細去揣摩 他的處境到底是什麼 然後在這個處境底下 他做了什麼樣的回應 所以我必須跟你們說 《紅樓夢》的文本的證據是 香菱是很愛薛盤的這個要有證據 怎麼說呢 來 所以請你們看一下 所以這邊的連理枝頭花正開 是一個百分之百寫實的 是完全符合香菱的現況的 首先請你們注意一下 有一個很重要的證據 就是那個薛盤不是看錯了人 然後去對柳香菱調情對不對 結果就被柳香菱怎麼樣 蛤 是不是都毒打了一頓對不對 那毒打了一頓之後呢 很有趣的一個反應在47回 這一段是因為是非常重要的文本證據 所以我希望你們要看一下 就是說他被毒打得 真的是有點半殘背的意味 他躺了好幾個月不能起身 那其實是打得很重 不過那個重是只是那個皮肉之傷 倒沒有傷精凍骨 所以他還好 所以我覺得柳香菱是滿厚道的一個人 那結果呢 就在這個他回來的時候呢 來請看727頁 727頁 那當他受了重傷被人家抬回來之後呢 那薛家的女倦當然就非常的擔心 然後紛紛就趕回來看他 請你們看727頁的第二段 那薛姨媽跟寶釵回來之後就發現 香菱哭的眼睛腫了 忙問就問他的緣故 然後當然立刻就趕來朝薛盤等等等等 我們作者只有這麼一句話 可是請注意 香菱對於薛盤受傷的反應是什麼 是不是哭到眼睛腫了 你們連哭都可能沒有哭過對不對 你們太幸福了 你們大概不知道哭到眼睛腫了 那就是哭得非常慘烈 非常傷心到極點 那真的是一個痛哭的一個情況 而且要痛哭很久才會哭到眼睛都腫 這個是我們從一般的經驗來推論 那文本中有沒有其他的內症呢 有請你們告訴我 《紅樓墨》裡面有哪一個女主角 也是因為他心愛的人被毒打 而也哭到眼睛 你們都笑出來 哭到眼睛腫得跟核桃一樣 誰 林黛玉嘛 這三十幾回寶玉挨打以後有沒有 那不是這個整個人昏昏沉沉的睜開眼睛 還以為是誰 原來是林黛玉哭到眼睛都腫了 連話都哽咽講不出來有沒有 那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症嘛 顯然《紅樓夢》裡面呢 他告訴你一個人情真意切 你會把對方看得比自己還重要 他的痛比你自己還要痛 所以你哭到眼睛都腫 那麼由林黛玉的這個例子 來獲得一個很有力的旁證 所以證明香菱是真正愛削盤的好嗎 不然他不會哭到這種程度 換作是你們在座的女同學們 削盤被打成那樣子 說不定耳手稱快對不對 偷偷很高興 就這個人活該 被多打幾頓 那當然是我們開玩笑 可是以香菱來講他是真正愛他 那我們如果先證明這一點之後 我們就要繼續推論 那香菱為什麼會愛上這個大老粗 不學無聞啊 然後整天就是好色 對不對 他的眼睛裡面大概只看到美色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個非常動物本能的那種追求 這為什麼會讓人愛 這個就是我們必須要打破的一個迷障 所以請你們回到香菱的生命史來認識他 好 要回到他所在的那個環境 然後來理解他 那就是我必須要跟你們提醒 削盤有沒有優點可以讓一個人喜歡他的 你們不要立刻跟我說沒有 這樣就是有成見 來 事實上有 來 請看一下我們的講義 我這邊刻意引述了那個清代一個很有名的 紅龍夢評點家叫圖營 他對削盤的一個讚譽 我覺得這段話講得很正確 真的而且很精彩 他呢不被我們一般的成見所限 而能夠實事求是的去挖掘削盤的優點 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 請看一下 他說削盤當然是很多缺點 不用講得太明顯的啦 出之大業 風流自喜對不對 而其實是花柳之門外汗 風月之甲斯文 對不對 沒錯 這講得很精彩 那所以是讓人絕導的一個人 就是你覺得他看到他就很想大笑的一個人 但是他不是沒有優點 那麼下面我們刻意加上一個底線的 就是這個是很重要的觀察 他說這個人呢天真爛漫 純韌自然 輪類中 輪類就是同樣他們這一類的人裡面 他富時時有可歌可泣之處 其實他是血性中人 他真的其實是一個蠻熱情 蠻坦率 絕不作偉的一個人 你們能夠接受這一點嗎 可以喔 一定要可以 因為紅龍夢的文本就是這樣描述他 你們注意一下 剛剛我們47回提到他不是被柳香蓮毒打嗎 你們注意一下他的反應很好玩喔 好 我還是請你們看一下好了喔 這段話非常有趣喔 他就是說 欸 在哪裡 他的意思是說 他說其實我雖然看錯了你 是我不對 可是你這種事情是兩鄉情願的嘛 你如果不願意你就跟我講 我也不會死長爛打對不對 你就說明了就好 何必用忌來誘騙我把我打成這樣子 所以他就很痛恨柳香蓮是恨 柳香蓮是詐數來騙他了解嗎 所以你看他這個人是這樣子的喔 就是說你跟我說好 我也就不會這個糾纏不親 那你幹嘛不講明呢 講明了我們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嘛 這個大概是在第幾頁喔 你們在已經到了720嗎 不是啦 沒有那麼前面啦 對 應該是在725這邊啦 好啦 總之倒數第三行 來 725頁倒數第三行 那薛盤就口內說 原是兩家情願啊 你不一只好說 為什麼哄出我來打我呢 所以他不滿的是這個 那所以確實如此喔 我們有很多相關的證據 現在沒有時間多說 總而言之圖鷹的這段話 非常的正確 而且非常的精準 我同時要跟你們補充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來請看圖鷹的用語 他說天真浪漫 承認自然 這八個字完全正確 我必須告訴你們說 全部《紅樓夢》裡面的所有人物裡面 他比起一般人都認為最帥真 最代表真性的人 他更要來得理外如一 絕對無偽 真的只有他 一般人認為是最真帥的人是誰 不就是林黛玉 還有史襄雲 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嘛 但我告訴你們 不是 事實上這兩個人 真正要比起理外如一的這一點來講 都比不上薛盤 薛盤是真正完全不做任何修飾跟包裝 所以他連最不堪 也最不足為外人道也的內在的那種慾望 他也都直接表現出來 了解嗎 他真的是理外如一到完全透明的程度 那史襄雲甚至沒有 史襄雲其實是有心人 林黛玉事實上性格也有一些改變 所以嚴格說來 真正純認自然的人其實是薛盤 那所以他會有一些可歌可泣之處 會有一些血性的反應 所以最重要的一段就是那個柳香蓮 後來因為尤三姐的事件不是也出家了嗎 對不對 也出家了嘛 結果誰哭得最傷心 還滿城去找他 一直很捨不得他 就是薛盤 好 那為什麼他們突然又變這麼好的朋友呢 原因是因為從仇人化為這個親人 那中間有一個關鍵 就是薛盤不是後來覺得我應該要去長長見識 我應該要長大不能整天窩在家裡面 所以他就批了一些貨要出去賣 有沒有 那就在出去販賣的過程當中 就遭遇到盜匪打劫 然後當然差一點都沒命 那幸好是柳香蓮出面來救了他 那就變成了救命恩人 結果兩個人盡棄前嫌還結拜為兄弟 了解嗎 所以他們之間有非常深刻的恩怨夾禪之後 所形成的那個關係 以至於柳香蓮後來出家的時候 薛盤就非常的傷心 很失落 那你就可想而知 薛盤這個人其實是非常愛朋友的 而且真的是兩肋插刀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薛盤是這樣子 他會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大概是不是一個好情人 那可是無論如何 這是他性格中的一個優點 所以我們回來看圖映的這段話 他說寫信中人這個下面他有講說 他也大概是事實上很海賤的事情 所以他覺得事實上我們不能夠忽略他的優點 好 所以這麼一來 我們終於找到薛盤有讓人家喜愛的優點了 對不對 一個性格的優點 另外我們請大家來揣摩一下 香蓮是在什麼樣的處境底下遇到薛盤 他是不是被拐子轉賣嘛 那你們知道他那時候的心境是什麼 我們這個恐怕要看一點原文 就是首先第一個要來買他的是不是逢淵 那相看之後逢淵是不是很滿意對不對 就付了錢然後要等三天才來娶他 那他本來很高興 他高興的時候的反應是什麼 他感嘆說我如今的罪孽已滿啊 什麼意思 顯然嘛就跟拐子生活在一起 叫做罪孽是活在地獄裡 因為他不是被打怕了嗎 對不對 被毒打 打到說他恐懼 然後又因為幼小 所以整個過去的記憶是不是完全就喪失掉 對不對 他在一個失憶的處境 你們沒有被打怕完全不知道 那是一個非常恐怖的生存處境 然後所以當有人來看他 他那時候了解逢淵嗎 當然不了解啊 只知道有人要買他 他可以脫離這個拐子的魔掌 他就覺得我罪孽滿了 你看無論怎麼樣不管這個地方好不好 跟這個拐子所在的地獄來比 通通是天堂的意思了 了解嗎 所以你知道他真的是脫離苦海 那沒想到這個三天節外生枝 導致於轉賣給薛帆害的這個逢淵 也送掉一條命 可是無論如何 這兩個人是不是他都不認識的人 不管誰買他 終究真實的是被買去之後的生活 對不對 所以當薛帆買了他之後呢 他就你們要注意喔 薛帆是不是剛開始很疼愛他的 非常疼愛他 而且他是不是苦求薛姨媽 我不只是把他當作一般的妾 那苦求了很久之後呢 薛姨媽也看香菱還不錯 所以是不是非常正式的白酒請客 是把他收為妾的喔 這是一個很正式的一個儀式 那基本上就是承認香菱是我們家的人 他不是一般的妾 你們還記得交信是怎麼樣 來到賈雨村的身邊 是趁夜就一頂小轎送進去 香菱不是欸 香菱是民工正道的 白酒請客的 這是我們家的人 而且薛帆確實剛開始是很愛他 只是說後來那個透過賈蓮之口 我們知道說 哎呀可惜啊 每幾個月也看得跟馬鵬瘋一樣 那是什麼意思 那不是說不疼愛他喔 馬鵬瘋就是風吹過就吹過啦 那個意思只是說 沒有像剛開始那麼的濃情蜜意 那樣子的情有獨鍾 那因為薛帆總是有其他的女色 想要沾惹嘛 所以他當然不會定於一尊 那所謂的過了幾個月之後 也看得像馬鵬瘋 意思只不過是說 他又開始心有盤霧 那麼沒有專情於他 只是這樣而已 但是並沒有說因此不愛他 或者是不疼他或甚至虐待他 這樣聽有懂意思嗎 好啦 所以請各位回到香菱的生命史 你過了10年以上的災難 每天活在暴力威脅之下 你知道那真的不是人過的日子 每天就是恐懼 然後就只有恐懼 然後突然有一天有人要買你 你就覺得我罪孽蠻了 我是不是罪已經熟透了 所以我終於可以脫離苦海 所以果然一貝納為切 是不是就到薛家 不要忘記喔 假使王薛四大家族 是不是都非常富有 都非常富有 那個是不管你是哪一個等級 都直接可以感受到的一個 這個物資的充盈對不對 所以你們還記不記得 當那個賈家派人去接林黛玉的時候 林黛玉的眼中所看到的那些二三等仆婦 是不是也非同尋常了對不對 所以一父就覺得 哇 二三等的仆人婦女 都已經是這樣的 衣室這麼精美 然後那個整個的氣度都不一樣 那到了人家家裡 那是不是更了不得了 所以就要步步的怎麼樣 小心 有沒有 好 你就要知道說原來到這種人家 你直接感受到的就是一個 完全不同的一個物質環境 加上他又受到寵愛 他又立刻被正式納為切 被視作一家人 你們想想看 你經過十年的災難 突然之間你從孤苦無依的一個人 飽受暴力威脅 整天活在恐懼之中 沒有朋友 沒有親人 沒有任何依靠 沒有任何希望 突然你有了親人 你有丈夫 你有母親 你有婆婆 然後你的整個環境物資之聰明 那是本來就很自然流淌在你身邊的 那又有人很疼你 你知道那個感覺是真的脫胎換骨 我相信對一個孤女來講 那麼這都是他人生中一個 完全沒有辦法想像的改變 所以你有了親人 你不再愛惡受動 也不再有人拳腳相加 然後這一家人都對你那麼好 你知道嗎 你不可能不愛這家人的 而這個是誰給你的 是薛盤 對吧 所以那種感恩 你們知道恩本來跟情是連結在一起的嗎 所以中國人不是說恩情恩情嗎 對不對 何況薛盤確實有很可愛的地方 他從來不騙你啊 對吧 他絕不騙你嘛 也絕對不什麼之類 他從來沒有打過香檸的喔 你們要知道喔 一直只有到80回的時候 因為夏經貴取進來的挑撥離間跟叫縮 所以薛盤才打了香檸一兩下 結果香檸是不是委屈到哭得不得了 一輩子沒有受過這種待遇 所以你們要知道證明說 薛盤真的是很疼愛他的 好不好 所以你怎麼可能不愛他呢 何況何況人的心很微妙 我在這邊用一個不是那麼精確的道理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相通 我給你們參考看看 你們知道嗎 香檸在拐子那邊的生活呢 十年的孤獨隔絕跟災難 那突然之間又來到一個完全陌生 可是完全不同的環境 你知道嗎 這個 我覺得這個比喻不精確 但是提供給你們做參考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犯罪學上面的 一個新的心理學的認識 那個叫做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有沒有 你被綁架 那個綁匪竟然呢 每天買三餐給你吃 然後因為你是人質嘛 所以是不是還對你虛寒問暖怕你生病 對不對 那你在完全隔絕的狀況底下 日日夜夜跟這個人相處 而且他對你好像也還不錯 你慢慢是不是愛上他 這就是挪威 不是還是瑞典 總而言之非常有名的叫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嘛 那我的意思只不過就是說 以湘寧獨自一個孤女來講 他來到薛家 那只要有人對他好 他本來就可能會愛上他 何況人家真的對他非常好 何況這個人真的還滿有一些優點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人的心很微妙 那你必須要在他的生命史 來試圖理解他 才能夠真正了解更多優微的人性 所以呢 這就是我希望各位要了解的 只不過是來 還有一分鐘 來 那個連禮之頭花正開 我們只是證明了第一句 就是說他們真的確實很恩愛 然而很不幸的是 湘寧的生命不會停留在這裡 他很快會墜落到另外一個悲劇的深淵 渡花風雨便相吹 很明顯這個渡花風雨 這個渡花風雨是指誰 是指下金貴嘛 這我們一再講到的人喔 所以就來摧殘他 這個摧字沒有寫錯是人字部 然後呢 所以可憐的湘寧他一心 只能夠希望誰來幫他做主 來抵擋這個風雨的摧殘清洗 不要讓他美麗的花瓣紛紛飄零點在催胎上呢 那你就可想而知 湘寧唯一的庇護者是誰 當然是薛盤嘛 夫為女子之天嘛 那如果薛盤能夠真正當一家之主 是不是就可以維護他 不被這個下金貴所折磨 沒想到這個薛盤實在是個沒用的人 對不對 結果反而被這個下金貴 聚聚瑕製到他完全能這個雄風 這個泯滅 所以請注意這個清帝 注意清帝原來的意思是指春神 春神就是清帝 那所以原來的意思是說 哎呀 如果要讓花不要飄零 是不是就春天常在就好 對不對 花就可以藏開 那麼所以希望春天永遠不要離開 他就不會飄零 但是當然這邊雙關到這個千祖的命運 就是他期望薛盤能夠為他做主 為他張開庇護之傘 但是顯然這個願望是落空的 所以終究他還是要被活活折磨 致死所謂的自從兩地生故木 有沒有 致死相魂 反故鄉 那個判詞你們要背啊 所以這些就全部可以結合在一起 那麼請大家看到我們講義的這個第二頁 最後一則也就是請大家翻到第63回 那麼最後的一支花籤詞 我們要在這邊做一個完整的交代 那這個完整的交代其實非常重要 我們要提醒同學對於紅樓夢中的人物論 盡量不要在積飛城市已久的成見當中去理解 一定要回歸到文本裡面來 那麼才能夠對他們做一個比較真實 而且比較準確的認識 那我們講義的這個第六條 請你們看一下 也就是我們第63回 最後一位抽到花籤詞的是這個席人 所以請各位翻到984頁 好 這個984頁 那當然在席人之前 抽這個花籤的是林黛玉 不過林黛玉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並沒有太多這一種身世上的隱喻 那比較多的就是還是他個人特殊 人格特質的一種反譯 那所以林黛玉的這一則 我們就這個跳過 暫且不表 那麼最後一則是這個席人的部分 你們翻到984頁了 來請各位看一下 那席人抽到的是一支桃花 那提著武林別景四個字 然後用的都跟著桃花有關的這個舊詩 那麼這是一個來自於宋代的 這個一個小小的七言絕句中的一句 就是桃紅又是一年春 那下面當然有一些提到 各生日的部分你們自己仔細看 原來大觀園中的少女年齡都很接近 那麼連生日都有很多重疊的情況 這個你們以後有興趣 可以在這邊找到相關的資料 可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你們看一下呢 在這個花籤詞上面 所提的四個字的成語 很明顯用的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哪一位詩人的哪一篇重要文獻的典故 武林別景 蛤 武林別景就是指什麼地方 武林啊 你們中學就應該知道的常識嘛 是不是就是桃花源對不對 因為桃花源不就是武林人所發現的 然後桃花源就在那個地方 所以你們看一下這叫武林別景 很明顯用的就是桃花源 這個樂園的一個典故 而且用個別字很明顯 它是別有天地非人間 是一個非常美好 跟現實世界的殘破 跟這個悲哀痛苦不一樣的一個先進所在 那麼跟他相關的舊詩呢 請各位看我們的講義 他是來自於謝邦德的 慶泉安的桃花 是一首勇物詩 那麼既然跟桃花有關 你會發現這位謝邦德 他用的依然是跟桃源民的那一個 原始典故息息相關的內容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請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由於我們的讀者已經 只有說潛移默化的 不知道從什麼地方累積了很多的成見 所以帶著這個成見呢 對於這個跟書中人物相關的 這些文字的解讀的時候 往往其實是在自己的成見引導底下 去做選擇性的取材 跟選擇性的判斷 我在說什麼呢 就是指 襲衣人他抽到桃花 就這個花的象徵意義 它的寓意何在 我們可以在很多的學者的 或者是很多讀者的這個解讀裡面 你們可以很普遍的看到一種說法 那個說法就是說 襲衣人抽到的是桃花 而桃花代表什麼意思呢 他們就想當然了 在自己的成見的引導底下 他們選擇性的取材呢 都是不利於這個襲人的相關的文獻 那麼對於桃花的解釋 老實說我們傳統以來 詩詞所累積的意涵是不是非常豐富對不對 而且非常多面 但是呢 成見會使得我們消逐勢旅 所以這個成見呢 他們只刻意選擇跟桃花有關 但是呢都是比較負面的那些文獻 來進行解讀 那例如什麼呢 例如有一首詩來自於杜甫的詩 那杜甫歌詠春天的景色 其中有一句啊 就講到說啊 這個輕薄柳絮 顛狂柳絮隨風舞 然後輕薄桃花竹水流 那這當然是我們的杜甫呢 用非常跳達的語氣 來歌詠春天那種非常活潑 那春意盎然 那又有一點呢某個意義來講 是滿脫序的那個春日景觀 所以他把那個柳絮隨風飛舞 用這個癲狂來形容 所以癲狂柳絮隨風舞 然後下面一句是輕薄桃花竹水流 然後就講到說春天本來就是一個很脫序 那充滿了一種生機 這個生機呢是突破了這個宇宙的秩序 然後呢要去迸發 然後呢要去彌散 然後要去做各式各樣的延伸的 這一種內在的驅動力 那詩人是就這一點切入 來歌詠這些春天的風物 然而這只是一個很特殊的角度 而且是杜甫在某一種很特殊的心境裡面 去做的一種特別的詮釋 這不能代表所有桃花的意涵對吧 然而呢我們的學者就會舉這樣的詩句 然後來證明說你看你看 曹雪芹啊在這邊用桃花作為襲人的代表花 就是在諷刺他再嫁 他是所謂的輕薄之人 然後呢不能從一而終不能夠守貞 然後呢就認為曹雪芹在這裡呢 是對他充滿批判 所以用這種很間接委婉的桃花意象來表達 那說實在的這種說法是我們紅學裡面 人物論非常常見的一種角度 但是這是非常不公允的一件事情 而且很明顯這是一個選擇性的取樣 跟選擇性的詮釋 那麼桃花的意涵那麼的多 我們究竟要選哪一個 這個說實在的 你就是必須回歸到這個文本脈絡裡面 那麼這他的脈絡本身就會做一個限定 而這個限定呢其實就是比較正確的指引 那麼在這個指引底下 我們對這個桃花意象所做的一個選擇 那麼包括文獻或包括解釋的角度 事實上才會是比較公允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裡他用武林別景 以及桃紅又是一年春的 這一首詩的那個來源 其實全部都是非常正面 那麼繼承了桃淵明的桃花原跡 來歌詠這個桃花他得其所在的一種慶幸 怎麼說呢 請各位看一下我們講義 有把這個慶泉安桃花全詩引錄出來 那麼這邊有提到 你們看一下整首詩都要讀 因為這跟習人的整個生平曲折 是非常吻合的 那麼當然既然在這個前面吻合的情況底下 他也做了他未來的命運的一個指示 他說尋得桃園好必情 有沒有注意到非常明確 都在桃花原跡的那個樂園模式底下去運用 然後桃紅又見一年春 注意原始的文本是做又見一年春 那曹雪芹這邊寫成又是一年春 這是一字之物啦 這個我們考察過之後發現 曹雪芹不是那麼精確的人 他在引述舊詩舊詞的時候常常會有一字之差 然後我後來發現知驗詹也是這樣 所以有的時候是因為那個異記 異記就是異議很接近 所以他找了一個意思相近的語詞 然後可能是一時的比悟 那在記憶不是很明確的情況底下 又沒有去查核 然後就有這個一個一字之錯誤 另外一個是因為陰狠記 那有的時候我們背誦過程中 那或者是寫作過程中 難免會有一些誤差 那有的時候是陰境之物 有的時候是異境之物 這個很明顯是因為異境 異境就是他異議相近 那這個一次之差不影響到 這個隱詩的含義 可是這是一個支批跟紅樓木文本裡面 在引述情況上面常見的現象 所以我想這個是手抄手寫過程中 大概很難避免的啦 好啦 總而言之 我們請各位注意 原詩是桃紅又見一年春 那下面說花飛墨淺隨流水 怕有餘狼來問今 好 各位請注意了 我們一般怎麼解釋 這個桃紅又見一年春呢 那在那個像蔡易江先生 他們都是做那個詩詞 紅樓木詩詞研究的這個專家 然後他的解釋就是說 這個桃紅又見一年春 指的是習人再嫁蔣玉涵 好 那所以叫又 又是再一次的意思 所以這是 而且桃花各位不要忘記 老早在詩金時代兩三千年前 他就已經被塑造了一個很特定的 什麼樣的象徵內涵 對 上過文學史的 或者是詩選課的都知道 是不是就是桃之夭夭的 桃夭的那一篇 桃之夭夭 濁濁其華 知子於歸 宜錫世家 所以這裡的桃花很明顯 又隱含了那個女子婚嫁的那一種 的那個意涵 那所以這裡的又見一年春 隱約 隱赦這個席人 他確實是會有二度的這個婚姻 然而這個又見一年春用來指涉蔣玉涵 這個是第一個說法 就是說他把這個又見一年春 我就不寫了 你們自己注意一下 這是一個目前最常見的說法 就是這個桃紅又見一年春他指的是 再嫁蔣玉涵這件事情 好 那但是呢 我覺得只單單就這一句而言 這樣的說法是沒有問題 因為單單就這一句孤立來看 確實對照到席人 我們所知道的他的人生變化 這個又見一年春 確實是可以指再嫁蔣玉涵 可是我剛剛有跟你們提醒 就是說這個詩到底是 要怎麼解讀 一定要回到整首詩的整體脈絡底下 就好像薛寶釵所抽到的 《認識無情野動人》也是一樣 你不能孤立一句 也更不能從一句裡面孤立抽出兩個字 然後就斷章取義的來做很多的推論 那這都是我們很常見的現象 可是我們提醒大家 在解讀這些作品的時候 絕對不能夠輕忽他的整體性 然後他的背景的脈絡 以及整首詩的有機結構 這個都是我們必須要考慮的 所以同樣的道理 這個桃紅又見一年春 我們回到謝方德的詩裡面來看的話 那各位就會發現就有一點出入了 怎麼說呢 假設說桃紅又見一年春指的是 再嫁蔣玉涵 那麼下面這兩句就會很奇怪了 因為下面說花飛墨淺隨流水 怕有餘狼來問姬 那你們都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 第三句跟第四句用的是一個未來式 對不對 這個未來式是在說 他將來可能會發生的是 花會隨風飛逝 那隨風飛逝呢 很有可能就是零落成迷啊 就有可能是隨水流去 那都是指的一種飄零或淪落的悲劇命運 對不對 那所以他用個墨淺 墨淺就表示說 這個悲劇命運是可以扭轉的 只要有一個力量 那中途呢 呈承接下來 那這朵花呢 就不會有隨流水的惡玉 那為什麼中間會有一個什麼樣轉機呢 那個轉機就是有魚郎會來問姬 那個魚郎可能中途伸出雙手 捧住這一朵飛花 然後呢 真而息之視為掌上明珠 那這一朵落花呢 就情有所歸 那他的整個人生就會有很大的改變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把整首詩的脈絡做考慮的話 那麼顯然這個又見一年春的 這個又見一年春 恐怕不是指蔣玉涵 因為不然的話 下面這兩句就很奇怪了對不對 你看嘛 第二句是他在家蔣玉涵 怎麼下面又怕有魚郎來問姬 難道他會有第三次嗎 這個很顯然是有一點不合的 所以我的解釋是這樣子 我覺得呢這個又見一年春呢 他應該是解釋為席人來到賈家 所以這是他的第二個春天 這個春天不一定是指婚姻 那怎麼說呢 我們請各位注意到第一句 他的第一句是 尋得桃園好避情 非常明顯這裡的避情告訴我們說 在桃紅又見一年春之前 他的遭遇是如同情末之亂的 那樣的一個動盪 那樣的一個艱苦的處境對不對 那為了避開這個情末之亂 好那當然從個人的生平來講 那指的可能就是你的家族的災難 你的家庭的困境 那為了避開或者是為了解決 這個家庭的困境 那你就去尋得桃園 所以才能夠解決目前的 這個家紀的困境 那於是找到桃園之後 我們看到這個桃花 那麼可以再度盛開 終於那麼迎接他生命中美好的春天 那如果照這樣說來的話 我們就必須說 這裡的又見一年春呢 指的是賈府所提供給他的安定 甚至是富裕的生活 那這個所謂的避情是什麼意思呢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 這個我沒有按照順序 那你們可以自己做一個完整的一個整理 總之這裡的避情指的是解決家庭的困境 因為他們全家是幾乎要餓死的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義裡面 有提到 那請各位再翻到第十九回 我們要回到習人的生命史來看待 這是我一再提醒大家 我們真的要了解一個人 一定要回到他的生命史 然後了解他到底遭遇過什麼事情 然後在他的有機的這個整體生命當中 才能對他有一個比較準確的掌握 而真的不要斷章取義 那所以這邊的第十九回 事實上很清楚也很早就告訴我們說 習人在來到假家之前 家庭是非常艱難的 那麼幾乎是全家要一起餓死的狀況 那所以習人才會被賣到假家來做丫鬟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他習人的出生來歷跟賈府中的其他丫鬟 有一點不一樣 我要簡單先說一下 就是賈府中的那些丫鬟 奴婢或者是奴仆的來源 有主要是兩種 一種其實叫做家生子 家生子就是自己家裡原來的奴仆 彼此婚配之後再生下來的小孩 那那個奴仆的孩子當然還是他們假家的財產 好 所以這個是叫家生子 可是另外一種是由外面買進來的 那通常人家會賣兒育女 那讓自己的兒女去承擔為人奴仆的這種淪落的生活 那當然都是父母非常貧困到無以為繼 那只好出此下色 不然我想做父母的正常來講 都會非常捨不得的 對不對 那習人就是屬於這一種 所以你們看一下 大約就在那個304頁 好 我想我們在304頁這一段話 比較重要的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時候是因為習人回家探望母親 那寶玉就趁機溜出府 然後就到也沒有事先知會 就跑到他家去看他 結果把習人嚇死了對不對 他說怎麼搞的就只有你跟著明煙 你真的還要命不要命啊 所以你要知道這種大家公子 是不能這樣子的私自出府 然後隨身只有一個小私 這個對他們來講 這都是所謂的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這個都是會有很大風險的事情 所以他們的家庭規矩 跟他們的這個安全顧慮都是非常嚴密的 事實上他們隨時隨地旁邊 都有很多人在照顧他們的安全 或者是服侍他們的生活上面的 這個舒適跟便利 所以當習人你們前面自己要讀好 我就不帶你們讀一遍 所以當習人發現說 竟然你們就是一組一撲 然後這樣跑來 他簡直就嚇壞了 然後就趕快把他請進來 然後結果發現 哎呀家裡面實在是太簡陋了 那吃的東西也實在太粗糙了 怎麼樣都實在是不配寶玉的那個品味 所以弄了半天我就不說了啦 你們自己看啦 總之304頁這邊呢 我們看最後一行這一段比較重要 那麼原來習人在家 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 我問你們現在這邊停一下 你從常理人性的常理來推斷 一個女孩子被賣到人家去 人家做丫鬟去做那種服侍人家的 要看人臉色的受人家知識的工作 那麼有一天你的家人說要數你回來 通常這個女孩子本身願不願意 當然願意啊 有誰願意做人家的奴婦 不然回到自己的家 還可以跟父母家人團圓對不對 這是我們的一般的推理 非常正確 就在這個正確的推理底下 我們會看到一個習人很奇怪的反應 他竟然死都不願意 這不是非常奇怪嗎 對不對 為什麼他寧可在賈家為人這個奴婦 可是卻不願意回家 以一個自由人的身分回去 這不是非常奇怪嗎 所以你們在讀《紅樓夢》的時候 真的不要放過這些地方 因為只有這些奇怪的地方 才會指引我們真正去了解 賈府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以至於很多人的反應 都蠻違背我們的常情 所以你就要注意 《紅樓夢》寫的不是我們一般 平民百姓的生活 也不是我們平民百姓的價值觀 跟我們會理解的那一種 一般性的情理邏輯 不是的 他是一個很特別的上流階層 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貴族家庭 那你必須要透過這些時時刻刻停下來 然後用常理去推 他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才能夠真正了解他們的整個思考模式 跟他們的行為方向 然後才能夠正確判斷他們 好 所以請注意 當母兄要贖他回去的時候 他就說自死也不回去 好奇怪 寧可死在家家 這太奇怪了 所以請繼續往下看 他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 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 那麼若不叫你們賣 沒有個看著老子娘餓死的禮對不對 這就是我們一般的孩子 那麼為了父母 然後只好犧牲自己 好 這是常見 可是我在這邊插播一段話 我們來考慮一件事情 習人到底身價多少 就是一般的平民人家 要賣女兒到有錢人家去做丫鬟的時候 那那個行情大概是多少 所以他說剩我還值幾兩銀子 事實上這個背後有一個大致的行情的 你們要不要了解一下 那當然清代的資料我目前還沒有看到 可是我看過二、三十年前 有一位學者他是用金瓶梅 裡面的資料來做考察 所以第一個有時代的隔閡 第二個畢竟新門慶家跟賈家 是不一樣的知道嗎 新門慶其實是個爆發戶 而且是一個非常不學無術 非常醜陋的一個爆發戶 那這種跟真正的世代 這個富貴傳流的貴族家庭 當然也不一樣 所以我等一下所說的這個數字 基本上是一個參考啦 這個本身不能直接拿來套用 這個先說好 那那位學者的考證是說 從這個金瓶梅裡面所涉及到的一些具體的數字 那麼西門慶從外面買壓投進來 那個數字平均大概是13兩左右 十幾兩 那當然不一定啦 有的是因為他的家事背景更好一點 或者是他的外貌 或者是聰明伶俐條件更好 那個也有可能到二三十兩 但是當然也有更低 假設說是那種粗粗笨笨的 完全買來就是做粗活 那一種可能身價就更低 所以平均大概是十幾兩 那你就可想而知 習人說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 這事實上是一個滿寫實的說法 他並沒有誇大也並沒有縮減 好 所以總而言之 就先跟你們提醒一下 可是十幾兩對這個家庭來講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們要注意一下 我們要了解那個時代 你一定要知道他們的物價 他們的度量衡 不然你總是用我們今天已經習慣 怎麼幾兆幾兆天文數字的那種感覺 去體會 你大概常常就會失字毫里面有1000里 我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大概在40回的時候 還是39 劉姥姥不是第二次來到榮國府對不對 也進了大觀園 裡面有一個數字非常有趣 剛好遇到薛寶釵幫史湘芸 整治一頓酒席是不是叫做螃蟹宴對不對 那我們劉姥姥恭逢其盛 當場算了一下 因為窮人家他就會算帳 比較知道說這些東西到底 我們負擔的喜 負販負責 這已經變成是他們的一個思維模式 所以他當場就做了一個打算盤的一個動作 然後他說了一段話 他說這樣的螃蟹 現在一斤是一隻大概是幾兩種 然後這樣的螃蟹又值多少錢 再搭上這些韭菜 他說哎呀真的阿彌陀佛 這一頓飯要花多少錢 是20多兩銀子 20多兩 你們不要想成是20幾塊 這個就差很多 然後呢下面還有一句話很重要 20多兩到底對一般人來講 他可以發揮怎樣的作用了 下面說得很清楚 他說這可以讓我們庄稼年怎麼樣 庄稼人過一年 他們一年整年的花費 就是20幾兩就很夠了 這樣知道嗎 而且我跟你們提醒過 20多兩這個用的是銀子對不對 好 那我跟你們提醒過囉 這個銀子跟銅錢的一個兌換比例是多少 還記得嗎 一兩銀子官價民間可能會更高 因為那種私底下的那種兌換 往往呢其實那個銀的價值會更高 好 不管那以那個官方的這個工價來講 那一兩是不是對1000個銅錢 所以你看20多兩銀子 那就大約是多少 好 是兩萬多銅錢對不對 可是兩萬多銅錢一個銅錢 比我們現在的一塊錢還要多還要大 那個他的一個購買力還要更高 所以你就知道說 原來這樣一頓飯可能就好幾萬塊 好 對這個莊家人來講 這已經是夠他們一年過活 所以請各位要注意 我們的席人身價大概就是幾兩銀子 可能十幾兩 可是呢就已經讓一家人暫時是不是解決了 餓死的燃眉之急 了解嗎 所以沒有辦法大家都快餓死了 現在真的剩下這個小女孩還有人買 所以他還可以有一些這個收入 好 所以我們回到這個文本裡面來 請注意喔 下面是最重要的喔 他說如今信兒賣到這個地方 如今信兒 你看他是充滿慶幸的 這個地方怎麼樣呢 是吃穿和竹子一樣 對吧 注意喔 貞家是不是也是這樣 貞府 那麼貞家也是喔 在在五十幾回的時候有提到 貞家四個婆子來到賈府嘛 就是來禮善往來做個探望 結果呢我們作者就描述說 這四個婆子呢 他們的那個衣室什麼的 跟主子是不是不相上下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這種真正的貴族人家 他們非常善待下人 那個應有的教養要注意 這個是他們的基本教養 所以如果你以為貴族就是我可以為所欲為 我可以隨便剝削踏別人 你就錯了 事實上貴族喔 他們呢一方面有高度的 所謂炫耀性消費的這一種呢 來自於龐大的社會所提供的經濟資本 然而他們同時還是要受到 同樣等級的社會的監督 所以他們必須做一些基本的義務 那個呢是很高的束縛 是我們一般平民恐怕都不一定能夠想見 所以你們要了解貴族事實上他們身上背負的是 非常這個嚴苛的束縛 而且他們有很多呢 事實上是身不由己的義務 這個是我們平民想像不到的 這個也一併考慮 好 所以你看 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招打勿罵 賈家對下人確實是N多 然後呢 威少 好 這個是裡面也有提到的 好 總而言之 那所以他說啊 所以這個地方非常好 他說況且呢以我們的這個本家而言 那爹雖沒了 你們卻又整理的加成業就付了元氣 所以家族是不是又復興了 對不對 所以意思就是說 也不需要再利用我再去賣錢了 好 所以你們贖我回去幹什麼呢 所以你看下面說 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出來 再多掏成幾個錢也還罷了 意思是把他贖回家再轉賣 好 不過這很奇怪的邏輯啦 好 總而言之 可是他說其實又不艱難啦 那為什麼要 又贖我做什麼呢 所以就全當我死了 再不立起我 贖我的念頭 哭鬧一陣 你們有沒有覺得好奇怪 哭鬧一陣通常是要把你賣出去的時候 才有的反應嘛 對不對 不像是要把你贖回來的反應嘛 所以有沒有發現習人的那個 這些這個反應都非常的特別 而注意喔 不只是習人有這個反應 你們再把《紅龍夢》好好的細讀 你會發現呢 其他人大多數都是這個樣子 秦文也是 秦文是不是有一次 他真的實在太過分了 太教重了 連常常理讓他 包容他 甚至縱容他的寶玉都受不了對不對 當場氣到眉眼都黃了 就一定要去回太太把他撿出去 有沒有 結果習人 秦文怎麼說 秦文說我死也不回去 對不對 我死也不出去 那寶玉就說奇怪咧 你又不出去 可是又要在這裡鬧 那你到底要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不管你一定要出去 你就出去我受不了這樣的鬧 有沒有 那一段是三十幾回嘛 那個絲扇子做千金一笑的 前面的鋪墊的那個情節 所以難道你不覺得非常奇怪嗎 對啊 這兩個人都是死都不出去 那為什麼 所以這就是我們必須要思考的地方 好 那麼回到305頁的第二段 好啦 他母兄見他這般兼職 自然避不出來的了 請注意 況且原是賣倒的死氣 什麼叫賣倒的死氣 就是賣斷的啦 這是賣斷的 就是說你根本不可能去贖啦 知道嗎 因為這就是賣斷的東西 沒有說是你抵押的問題喔 不是 所以意思是說 老實說啦 花家也在打如意算盤啦 你們看看他下面怎麼說 名帳著賣斷是慈善寬厚之家 這是真的 好 所以你看他們的算盤 完全是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下 那因為賣斷是慈善寬厚 所以他們呢就想要從中謀利 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啦 求一求 那以賣家這麼寬厚 當然不會跟你計較 然後呢 你家人又有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父子親情的這個訴求 那賣家呢 當然就也不跟你計較的 就讓你贖回去 恐怕連身價銀一併賞了 這也是有的事 意思就是說我讓你人才兩得啦 知道嗎 你不但不用給我錢來贖女兒回去 我甚至連當初買你女兒的錢 都一併還你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 花家也蠻打如意算盤的 所以老實說啦 真的人性裡面大家都 某個一來講就是有利可圖 那就多少就會有那樣的一個指望 所以你看花家也是打這個算盤 好啦 二則呢 賈府中從不作見下人 這個都是客觀事實 所以我們作者才會用一個 第三者的角度做這樣一個描述 所以是有N多威少的 然後請注意喔 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世的女孩子們 什麼叫親世的女孩子 要注意喔 因為賈家人太多 還記不記得主人人數不多 二三十個 可是伺候他們的上上下下 全家算起來有多少人 上千 這我們講過好幾次 那上千的人要這樣日日夜夜生活在一起 你一定要有等差 要有秩序去調節 否則一定會混亂 所以他們的等級呢 就是一方面就是依靠 你跟主人的親近程度 另外當然還有跟 就是你服侍的時間的長短 那就是有所謂的資深資錢 或者是親疏遠近的這些問題 所以你們看所謂的親世的女孩子們 是指貼身服侍組織背的 那那一種呢 某個意義來講就是直接沾光啦 因為他日日夜夜 甚至可以直接跟他所服侍的那個組織 同居共處 那麼組織的內房 他們都是可以進去的 所以就此而言 他們基本上常常就是組織的分身 所以請注意這一種親世的女孩子們 通常都叫做大丫頭 那這個大丫頭領的月前比較多 同時請你們注意 同時他們有另外兩個名稱 這是賈家的下人們 給他們的一個稱呼 他們會叫做傅小姐 那麼也可以叫做二層主子 所以你們就知道說他們的地位是非常高 簡直就是傅小姐 所以我剛剛說是分身是基於這個原理 然後他們又是二層主子 二層主子上面就是主子背了嘛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確沾了這個主子的光 所以他們的這個各方面的優待 跟他們的那個權威 都是不是一般下人所能夠望其向背 所以你看老少房中所有親世的女孩子們 更比待家下眾人不同 平常韓伯仁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 所以既然這個地方很好 那這個席人又不願意回家 那站在那邊確實是一個樂園先進 那就沒有關係 所以家人也不要硬去逼他 一定要被贖回來 然後再看到說寶玉來啦 兩個人又是那樣的景況 那樣的景況是不是很親近對不對 所以他們也覺得 這樣是一個很好的結局 你把他贖回來 將來席人是不是也只能夠 嫁給一般的平民小子嘛 那還不如就留在賈家 尤其他跟寶玉之間的那個景況 很明顯其中的隱含 是不是他是非常強烈的 而且老實說後來也確實 朝這個方向去發展 就是他是不是賈寶玉的 那個妾姨娘的人選之一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我順便跟你們講 秦文也是 秦文當初是不是賈母指派給寶玉的 你們知道賈母指派給寶玉 其實就是有要給他當妾的那個意思在裡面 這個書中有明確的證據 我們以後講到秦文的時候再說 所以有沒有發現剛好就是這兩個人 很奇怪的他們都死都不肯離開 好 所以在賈家中的人家 做姨娘做妾 那當然比起一般的這個人家 那事實上是真的要好太多了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曾唯妙啊 這兩個女孩子 他之所以這麼樣眷戀賈府的生活 所謂死都不肯出去 除了跟寶玉確實也有很深的感情之外 我覺得跟現實世界所能提供給他的 如桃花園般的這一種樂園的生活情境 事實上還是有關聯的 我想人性這個因此不貶低他們也 但是我覺得我們要如實地去考察 好啦 所以回到我們的這個詩而言 所以各位你們就可以發現 原來習人是非常艱苦過的 那所以他的弊情應該指的就是 他的那個花家的這個 幾乎要餓死的那一種艱困的處境 那果然避開這個花家的艱困處境 然後他果然尋得桃園了 那這個桃園當然其實就是指賈府 那只是說到了賈府之後 以為終身得所 我想一般人其實都會做這樣子的期望 可能也做這樣的推測 但是天有不測風雲 人事無常 沒有想到賈家會被操對不對 這個我想沒有誰會知道 所以第三句回到這個謝邦德的詩 那他的第三句是花飛墨淺隨流水 原來就是你即便在桃花園中 終究還有可能會遇到鋪天蓋地而來 摧毀桃花園的重大災難 那麼當這個災難來臨的時候 這一朵桃花你要飛向哪裡 你要隨水流去從此葬中在污濁泥濕的現實世界 然後過著悲苦的生活 還是會有別的轉機 有 他說第四句 這個轉機就是有魚郎會來問機 所以這麼一來 我覺得如果從整個習人的 整個生平的曲折轉變而言 那這個魚郎我認為他才是蔣玉涵的一個影射 那所以魚郎會來問津 當然中途就把這一朵飛花就接到手裡 捧在掌心 那果然習人的這個下場 是不是基本上還算是比較好的 那所以這個魚郎來問津 這個魚郎應該才是指蔣玉涵 所以如果我們從整首詩的這個脈絡來解釋的話 那各位就知道說所謂的尋得桃園好必情 桃紅又見一年春 我們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那在講義中我們又請大家注意到 支批的一段話 這段話非常的重要 我們的紙本上也有 他說就是那麼補出 第十九回我們剛剛唸的那一段 他說這就是補出習人幼時艱辛苦壯 那麼注意喔 跟前文的相鄰以及後文的情文是大同小異 所以這個是右腹十二猜中之冠 所以你就知道說 原來右腹策中的第一名就是習人 那這個是支批留下來的線索 我們對於琴榜就多了一個資訊 但是下面說不得不補賺之 那所以就是說支批認為習人這麼的重要 他所謂的右腹策十二猜中之冠 所以我們一定要對他的整個來歷 做一個完整的補述 那就透過這一段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原來習人也是非常艱苦過的 他跟襄林跟秦文 他們都是貧苦出身 那不要忽略這一點 所以我們要了解一個人 真的要好好的把他的生命史 從頭到尾有一個完整的掌握 不然你斷章取義 就是對人家很不公平的事情 好 所以這裡的弊情 我們就用這個支批做了一個補充 好 總而言之 那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 這個花籤詞最後的一首 那當然你們都知道 當魚郎問津之後把這朵飛花接走 那麼襲人心面所及的這個賈寶玉 身邊留下來了一位代替他執行 忠仆任務的分身 那個人是誰 就是涉月 所以襲人雖去而時未去也 還記得嗎 那我順便提醒你們注意一下 就在涉月抽花籤的這一段 或者是襲人這一段都可以 請你們可以再補充一下 在支批裡面留下一句很重要的線索 他說實際上在80回後 有一回就是提到說 蔣玉涵把那個襲人買去 因為那時候假家抄家 那時候的襲人事實上 他沒有資格留下來的 對 我想在這邊順便 跟你們做一個補充 為什麼襲人的在家 會引起這麼多讀者的憤慨 然後忍不住給他那麼多惡毒的批評 這說實在這個背後的心裡 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我們要做幾個澄清 第一個就是說當假家被抄之後 襲人那時候的身分是什麼 他已經是正式的姨娘嗎 這個一定要分清楚 不是 前80回講得很清楚 當王夫人是不是指定了襲人 然後事實上也給他10職的 姨娘的待遇 那就是一個月給他幾兩的月前 二兩 二兩是假家的少爺跟小姐 還有姨娘這一輩 他們每個月領的零用錢是二兩 好 這個是他們的供訂價 那襲人也是領二兩 但是要注意這筆錢是由公庫出的 還是王夫人的私房錢 是王夫人的私房錢 所以意思是什麼呢 是說我實質上我的內心 是拿他當姨娘看待 但是這件事情還沒有民公正道的 在家族的人口側簿上面做註記 登陸為正式的這個姨娘的身分 這個是沒有被正式公認的 這樣懂嗎 那所以就此而言當不幸的是 他還這個還叫切身未分明的情況底下 假假就被抄 所以當抄莫家族 那麼把所有的簿側包括人口的紀錄 掉出來一個一個去查核的時候 事實上襲人他只能夠是丫鬟 懂嗎 那丫鬟的待遇是什麼 就跟物品一樣 所以是公開拍賣的 好 所以就此而言各位要注意 我們讀者很奇怪的是 強求襲人一定要守真 不嫁 不再嫁 老實說這有點實在是強人所難 第一個他沒有身分你知道嗎 沒有身分你要他去做一個妾 所該有的所謂的從一而終 這本身就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一個要求 這是第一點 請你們要注意 他那時候是切身未分明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最可怕的是什麼呢 你們知道嗎 好 最可怕的是 有學者考證過 我們歷代的傳統儒家思想裡面呢 一直被我們現代人所詬病的 是不是就所謂的禮教吃人對不對 好 我們總覺得那個禮教 尤其對女性非常不公平 然後去扼殺他們的這個內心 然後去限制他們的生命開展等等等等 如何這類的說法 好吧 我們用虛擬式的讓步句 就是說即使是這樣好不好 即使是這樣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 但是我們姑且承認是這樣 請注意一件事情 那位學者講得非常精彩 他說即使是這樣吃人的禮教 他要求寡婦不得再嫁 甚至寡婦必須以死殉夫的這個對象 寡婦 對象就是寡婦知道嗎 那些寡婦是什麼身分 才會受到這一種所謂吃人禮教的殘害 是妻 事實上呢 只有妻他才會有這一種禮教上面的要求 那所謂的不在嫁啦 要守貞什麼什麼之類的 從來不要求妾的知道嗎 這是儒家分得很清楚 儒家是這樣子喔 他們對君子要求很嚴 可是對一般平民百姓要求很鬆 因為他們知道說一般平民沒有受到 整個國家或社會的這個栽培 他們沒有受過教育 所以我們不應該用最高的標準要求他們 所以事實上他們對平民的那個態度 是非常寬容的 你們看孟子啊或者是論語裡面 講了一大堆仁義道德那些 那些訴求的對象都是文人知識分子 都是讀書人知道嗎 你是讀書人你受到國家這麼 你們知道教育是很花錢的耶 你們今天一個學期繳 那些錢就已經教股連天 可是實際上是國家補貼很多 很多納稅人的錢是在幫你們付學費的 你們今天才只需要繳這樣 懂意思嗎 所以事實上教育是非常花錢的一件事情 然後你沒有生產力 然後你就能蒙受國家社會 給你這麼多的這個資源來讓你讀書 那甚至讓你有試鏡的這個機會 所以孔孟他們會認為說 就因為如此所以你對國家社會百姓 你就有很高的責任 這樣抖音是嗎 你有了這樣好的這個待遇 你當然就要回饋這是公平 好 所以要注意一件事情 當孔孟在講這些道理的時候 他訴求的說第一個有權利的人 你有權利你當然就要負責 你不能說我有權利 可是我其他都不用負責 天下哪有這種好事 第二個他訴求的對象就是讀書人 就是識人 你是一個識 是一個知識分子 你就應該要高讀要求自己 所以要注意這一點 因此一路下來 所謂的禮教他所規範 所要這個施行的對象 其實都跟那種身分低賤 要注意 妾是很低賤身分的 因為他們甚至連正式的婚娶都沒有 他是 順便告訴你們 這種妾他死了之後 你們認為他的丈夫 這個丈夫滿奇怪的 這個名稱很奇怪 好 就他死了之後他的夫家 會不會給他在這個家族的祠堂立牌位 不會 是不會 他根本上就是一個 講的以現代的話來講 他其實等於算是同居啦 他沒有任何法律的地位的 知道嗎 所謂聘則為妻 奔則為妾 那個是在歷代從禮記白居一路下來 都在回應的一個身分的定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妾死了 是這個家族都沒有他的牌位 他根本不屬於這個家的人啦 你們甚至要注意這件事情 所以就此而言 當然這樣的禮教不會用在妾身上 因為你不是這個禮教要規範的那個範圍 所以這一點就是最可怕的 我們現代人比古人還要嚴苛 古人在禮教吃人都不會去吃到妾 可是我們現代人卻要吃到妾 這樣聽得懂意思嗎 所以當這個妾沒有受到這個禮教的規範 或沒有遵從這一套禮教 所要求的作為的時候 我們現代人反而把他罵的半死 這不是非常奇怪嗎 好 這是第二點 第三 好 又另外一個問題 即便他是妻 我請問你們 因為他是妻子 所以他就得要一輩子不嫁 才能夠證明他的癥結 他的這個人品嗎 可以這樣說嗎 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 那好奇怪我們現代人的民主 所謂的婦女解放到底在努力 是所謂何來 懂意思嗎 我們現在不就是認為 過去認為寡婦就不應該在嫁 是一個吃人禮教 是我們現代所要推翻的 性別不平等的一個 一個不好的時代的弊病 那為什麼我們現代反而去做一些 我們所反對的事情呢 所以一路這樣分析下來 至少這三點 你會發現很奇怪的是 我們現代讀者對習人的這樣的一個批評 來自於一個我們自己都不一定知道的 其實比古人更殘酷的一種心態 那這是一個很值得我們反省的問題 就是說太奇怪了 我們讀者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的價值觀跟我們實際在做的 所謂的文學批評 竟然是可以這樣矛盾而不自知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就是說第一點 我們第一點跟第二點是 我們不了解傳統的禮教運作的方式 證明我們無知 第三點卻是更奇怪的是 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這個時代所認可的那一種文化 跟我們實際上在操作 對書中的這個範圍的人物 所做的這些文藝批評 人物論的批評 卻竟然是有這麼嚴重的矛盾 好 這個這是很值得我們反省的一件事情 好啦 所以呢 就此而言那麼可憐的習人 他事實上是必須像物品一樣被拍賣 那拍賣當然就是大家來競標啦 所以就是由那個蔣玉涵出高價把他買去 那這件事情等一下會在 我們接下來的那個以小物 所謂的物稱這個項目 我們會再做多一點的說明 所以這些我們都必須跟大家做一個交代 那這個你們要先有一點概念 然後我們接下來在談這個物稱的時候 你們就會注意到一些東西 好 所以總而言之 我們的這個習人的這一個花籤詞 必須要做這樣的一個補充 那這個補充完之後呢 當然如果要進一步來談 這個花籤詞的設計 其實是非常有趣的 那學術界似乎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後來就寫了一篇論文 來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這個說來話長 我們不要再節外生枝 我只提醒你們注意一件事情 第63回的這個花籤詞 花籤詩啊總共有八句對不對 好 我們只講六句 因為我們跳過了史湘雲跟林大玉 但是如果我們要做整體觀察到 你會發現這些花籤詩當中呢 有六例 六個詩句 是出自於宋詩 好 你們很快的看一下 大部分有六句是出自宋詩 這個比例非常的高 好 大概超過七成 那麼另外兩句是出自哪一個時代的詩人之筆呢 請看一下吧 我們第二頁的講義 第一跟第二條有沒有注意到 都是晚唐 不是聖唐喔 而是晚唐喔 而事實上晚唐在有一些寫作 就是詩歌寫作的手法上跟他的內容傾向上 事實上跟宋詩是一脈相承的 所以嚴格說來這八立詩呢 基本上所呈現的全部都是宋詩的寫作特徵 那這不是非常奇怪嗎 為什麼曹雪芹他不用聖唐詩 像李白啊 這種詩是我們一般人在讀詩的時候 大概最嚮往也最認為是所謂的詩中聖品 為什麼曹雪芹反而不是用聖唐或唐代的詩 而是偏向宋詩 這說實在的跟宋詩的寫作特徵有關 但是因為現在說來話長 我們不要節外生枝 所以呢 我們暫時就交代到這裡就好了 那有興趣的話 你們再去找相關的論文來看 那當然啦 我們的這個很特殊的詩襯 這跟古代的詩襯不一樣 是曹雪芹自己推陳初心 另外塑造出來的一種襯的表達方式 那我們再次告一個段落 那一種可 38 有意思的 有意思是第二種 第一種早上 如果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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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話 就 Mario 你來來吧 有意思是 你給必須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